大人 我家的媽會後空分 那是 要跑一起去看看 哦 這有子氣室啊 那本官可以去嗎 大人那您看 我們集團的審批能工作嗎 小寶貝 那就要看你家的貓 那不能讓本官改成嗎 討厭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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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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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您何故打小的呀 是耶 壞我好夢 你也有取死之刀 哎呦 大人 小的是 犯錯了 當然了 本官創業五年 第一次夢到全色交易 還沒想說就被你破壞 哎呦 嘿嘿 打擾大人美夢 笑得該死 笑得該死了 不過大人呢 現在有好事上門了 啊 是何好事啊 雲州府的和元外 要花三萬兩白銀 給他兒子何虧 買下肖獻獻令 這和元外按說挺有悲情 為何會找本獻令買官 哎呦 瞧您說的 整個雲州府 誰不知道您安獻獻令夢境 背景深厚 人脈通天 行 那既然是衝著本官名聲而來 那也不便拒絕 不過幾日 讓那何坤帶著銀票的簡歷 找本門報到 好嘞 小的這就去安排啊 嘿嘿 嗯 不過大人呢 近期賣官這事兒 咱要不要再緩緩 當今女帝整頓朝綱 殺心極重 聽說最近又殺了一批漢官 那京城的刑場什麼血都沒乾啊 不用在意 如今當朝丞相趙元安 那篡位之心仁盡皆知 那女帝還打開殺戒 導致皇權衰落 驚想十大 再怎麼下去啊 那大廈 怕是要亡國呀 所以咱們多落椅子 發展科技 萬一天下大亂生靈塗炭 我等也有能力保護你 大人英明啊 嘿嘿嘿 哈哈哈 皇姐 為何突然離偶私房啊 自鎮當季後 大廈的有趙元安grund堅響爭亂為祸 班有大越匈奴等蛮夷對侵略江頭 雖然有使為元帥保衛國門 鎮也殺了一批又一批的貪官 但百姓还是流离失所 民不聊生 所以朕打算亲自到民间 寻找治世能臣 重振朝纲 可微不思访 为何来这云州 因为这些年 唯有云州粮食多产 税收稳 也无冤无灾 并是有能臣之力 明白了 黄姐 陆 陆 陆 方姐 陆 陆 什么陆 停车 浩姐这黑路如此平整 到底有什么小见的 朕也不知啊 哎老伯 请问此地是何处 脚下的路又是何物 此地啊 是云州的安县 这条黑路啊 叫马路 是由水泥浇灌而成的 是我们安县县令 梦印所造 单凭此路 这朝中的贪官奸臣 一辈子都比不上这梦县令 这梦印 绝对是个大财 绝对是个大财 这可是啊 县令梦大人的功劳啊 哎姑娘啊 顺着这条路往前走 十里地 就到安县县城 哎姑娘 啊 啊 方姐 这是现场 堪比京城繁荣 官此地百姓面色红润 必定是安居乐业 生活凤足 这梦印当有丞相之姿 是啊是啊 那个赵元早就该下台了 好多好吃的啊 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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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杀人了 你杀人了 你杀人了 张三敢欠我花二娘的影子不快 那你拿命 给老娘打 大胆 大庭广众直线 穿着如此暴露行事如此歹怒 真当以为没有人治你吗 就凭老娘这一身堂丝送邪 谁来管我 不知廉恥 今天非要给你点教训 可敬花姐别急 看那边 大胆给我封锁赌场 把这个官儿娘押送至官府 咱们再看啊 哎哎别动手 我跟你们孟大人有交情 不走 不错不看没有包庇话啊娘 小米这梦印 定会关田赌坊 关田赌坊 说笑呢 这赌坊可是孟大人入股的 你说什么 你说孟一是贪官 可有证据 这有什么证据 这安县的青楼 赌坊 酒楼 哪一样不是孟大人入股的 哦对了 还有这孟大人建的工厂 修的马路 都是为了赚银子 这历朝历代 还没听说过有哪个贪官 曾比得过他 哈哈 散了散了 走吧 原以为这孟印是智势能臣 丞相人选 却没想到竟是一位人尽皆知的大贪官 真是留你不得了 黄姐 这有点不对呢 若孟一真的是贪官 百姓对他应该恨之入股才对 可我跟他们都不在意 那又如何 只要是贪官一律杀之 绝不能让霍兰更远活着 可我总觉得有问题 不如 先去看看孟一端案之后再说 别渴 一辈子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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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哎孟大人 看您还没睡醒这个样子 想必今天还没扔到银子吧 要不明儿再升堂 哈哈哈哈 虽然很困 今儿也没人给本官送银子 当然这堂还是要升的 本官可是个好官 这县令工人讨论贪污 就不怕发生病戒吗 你我官百姓都不在意 他梦印像长鹿子一样 等真抓了这梦印贪污的证据 刑场问斩 现在 官官清醒了 升堂 路加花儿娘 见过孟大 是 呦哟 哟哟 花儿娘啊 今日又是独房那边啊 是啊大人 你一定要还奴家一个公道 本官向来轻正怜悯 可绝对不会偏袒任何意思 大人 奴家最近定制了一套 纯白的唐司送仇 什么 本官判中的是白丝吗 是公道 二娘 本官觉得你必定是被冤枉的 今日本官必定还你个公道 谢谢大人 官商勾结公堂轩银 何锦给我拿下他 何锦给我拿下他 王姐别急 别急 等升堂的叠数 证据确凿 再上这线里也不迟 张三母亲张氏 拜见孟大人 撞纸递上来吧 这撞纸本官看完了 无妨殴打张三致死 五座十俭 轻伤十二处 头部一处致命伤 人证物证俱在 官长 你是否认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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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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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狗官 东京奴房如此判案 这大家立法何在 大胆交迷 竟敢抛肖公堂 你这县令 奴房放大还当街杀人 却如此轻悍 明显是包庇花儿的 公然冲荡毒房保护伞 若被当今陛下知晓 定让你人头落地 我 好啊 原来是你这个贱 不理找老娘麻烦 是不是 我告诉你 孟大人如此清廉 禀功犯 可不是你能随意一面 不错 张三借酒闹事意外身亡 就算今日女帝在此 本官也这么判 大胆 区区县令 竟如此藐视陛下 放心 给我拿下他 是 是 还敢动手来人 把他们压入大牢 谁敢告示 大人 别别别别 别别别 这这是皇家令牌啊 什么皇家 孟大人 我等乃是来自京城的皇商 这位是我姐姐 哎下去下去 原来是皇亲国戚啊 怎么不早点说 本官好给你继茶 哈哈 孟大人 你人还怪好嘞 哈哈哈哈 孟大人 你要好好判啊哦 不然被陛下知道了 被陛下疼不到 这本官也没判错呀 还敢狡辩 按大侠律法 这个案子必须关闭赌场 涉案人员一律死刑 以命抵命 还死者母亲一个公道 真是凶大无闹 跟那个女帝一样 你说谁无闹 罢了 看在慌伤的面子上 本官就按你说的吧 本官宣判 无访放贷 当机殴打张三致死 花儿娘以及独坊涉案人员 一律死刑 明日刑场 问贾案 大人饶命啊 狗家山又老下又小 可不能死啊大人 贵人 张世秦奇 恶人自由恶报 你不用谢我 飞业贵人 能否维持孟大人原判 你儿子身亡 这县令却如此轻盼 你不应该恨之入骨 为何还要维持原判 贵人 你有所不知 我那个儿子 本来就是个破皮无赖 不忠不肯 他败光家产 还借高利贷去赌博 如今打死了 对老神来说 也是解脱 但老神后半辈子 老无所依 身无分文 这状值钱 还是欠着的 按孟大人所判 得到赌房赔偿 对于老神来说 是最好的办法了 可他是贪官啊 如此轻盼 只是为了包庇赌房 孟大人就是个好官 这么判 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就是啊 这张三本就是 可疲无赖 人尽皆知 张世拿了二百两 后半生养老 不好吗 碰到其他地方了 十两云子都拿不到 人都不能侮辱孟大人 他可是把我们百姓 都放在第一位的 这说是不是 就是啊 说得好 姐 这孟义 好的迷信啊 这赌房背后 明明是这贪官 为何百姓却不埋怨他 说你无脑还不信 非要是 这下被打脸了吧 做人要学会变通 那个 姐 别说了 不然婚姻几名 既然无人有意 那维持原判 花儿娘赔偿张世二百两 被告与原告和解 就此结案 大人平静 多谢孟大人 为他 大人 什么的 累死我了 辛苦辛苦 大人辛苦了 真想不明白 这贪官明明是毒房的保护灾 为何拿他没办法 房姐我也想不明白 不如去认认他 大人 大人 今日堂上的二位皇商上门拜访来了 哦 快快快 请进来 好 嘿嘿 见过两位皇家小姐 还不知道如何称呼呢 夏青瑶 夏威月 名字真好听 走 不知两位姑娘找本官是有何事啊 孟大人 今日毒房之案 我们两姐妹略有不解 何不解祸 这有何不解啊 你如此包庇毒房 就不怕陛下杀你吗 杀我 本官犯法了吗 大厦官员不得经商 你入股安线毒房 庆楼就是一大罪状 另外 此次毒房之案 你不按大厦律法盘行便是其二 但凭这两点 就能让你人头落地 对 就是这样 那本官可不怕 首先 这入股一事就错了 那是感情不懂智力的谣传之言 实际上 是那些特殊行业交的税收 本官要是没记错 大厦县令有权利在当地征税 只要上报周府即可 所以本官合法 什么 你还向独坊青楼收税 当然了 收税 是为了更好管控这些罪恶行业 稳定之下 避免惨无人道的事情发生 本官 这是为民主 孟大人 你好聪明啊 那是 那毒房之案呢 那更简单了 本官判罚之后 胡二娘有意见吗 张氏有意见吗 百姓有意见吗 他罢下律法 有意见吗 孟大人 律法可不说话哦 对啊 都没意见 所以如何定本官的罪状啊 你这都什么歪理 陛下有意见 他可是最讨厌贪官的 而你就是那个贪官 你很习批的 谁说我是贪官 本官辛辛苦苦捞银子 你赔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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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不过说起的贪官啊 本官权当朝 当人不让 什么 你说女帝贪污 不然 哎那个 听说这女帝还未择续 已到了欲求不满的年纪 去年大夏户部拨款 二十万两银子建立大夏藏书阁 这女帝啊 邀请天下才子入阁 你猜怎么着 那些才子 那可都是精通六欲 七血旺盛 结果入阁三天出来之后啊 给他面子惨白 脚步扶准 你是怎么炸干了呀 你说这女帝啊 拿着忽悟不拨的银子 公然白日轩隐 其乃贪污 这典型啊 走 死 夏威月是吧 你打本官作甚啊 谁让你思想那么下流 藏书阁的才子 是因为考试而导致的 不 谁是呀 啊算了 本官不跟你这个女帝脑残很记性 我先削下种 你坐着 你 不 黄姐 这孟大人真有意思 哼 当贪官还贪出道理来 等真搜索到这里 马上摘了他 可是黄姐 孟大人的道理很对呀 而且很有用的 拿着钱放他一马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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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了 哎呦大人 和园外的公子和坤到了 有人上门送银子了 快带进来 好 王姐 孟大人又要谈务了 先看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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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坤 拜见孟大人 家父何远外命我前来赏任 哦 东西带了吗 带了 三万里银票 和您要的简历都在这 什么上任 这两位是 啊 喂 本官朋友 既然这银子交了 那这消息县令 变成你了 天有资礼 孟爷 你竟敢卖官 你这女人又犯什么毛病 本官卖个县令而已 贩卖官职 按大厦律法当了死罪 我现在就在陛下占了你 姐 别激动 别激动 这没有问题 请要住口 任命官员乃朝廷之权 岂能任凭这县令贩卖 这陛下何在 姐 你自己都说了 他只是个县令 他又有何资格 卖其他县的县令官 好像是有点道理啊 其他县令自然是没有这个本 但是本官别说县令 就连是蜘蛛都敢卖 什么 你 你就如此猖狂 二位姑娘 孟大人背景抛天 在这云州 他举荐的人 任何官职都能 胡扯 除了皇上 就连这云州太守 也不可能有这卖官权利 难不成他梦印 还能大过陛下不成 若真要比起来 在这云州 孟大人说的话 理确比皇上说得算 大胆 你可真在说什么 孟大人 他真 不用在意 这女人刚才就已经一扎了 不过 你们要想看看本官实力 本官今天 就满足你们 好好好 我倒要看看你孟大人的本事 王太守到 哎呀 嘿嘿 爷 这王毅 好像是上任立不上书吧 不错 若被他得罪那奸响 岂会被贬成云州太守 见过王太守 还麻烦您亲自跑一趟 不知孟大人 找本太守 所以何事 这位是何渊外长子何坤 想要求得萧宪宪宪令 你这您看 就这点事啊 任命书拿去官印已经盖了 内容随便信 那真是多谢王太守 好 两位大人这是胆大包天 如此买卖官职 就不怕陛下看见了 就你做事 怎么还告诉你呢 就算今天陛下在这 这官 要卖 不错 跟孟大人做生意 连皇上都管不了我党 如今 有奸相把库朝着 这朝着 少不怕 你还管那么多干吗 好胆 当真不怕陛下问罪 斩着你们的脑袋 怕干嘛 有种意啊 他动我一下试试 不错 皇上要是敢动孟大人 云州就该垮了个大虾 大胆王毅 你可还认得我 您是 今天 王太守您抖什么呀 我啊 王张是吧 那没想到您还认识这两位 挺巧 陛下 这是小鱼板身子呀 孟大人这二位可是皇亲骨气呀 小县见两眼 好走后再也行 王太守正式要紧 何必必先 本座刚才听何坤说 这孟大人背景通天 什么罐都买得到 难道这背景通天的背后 就是你这太守不成 王太守 咱就卖个县令 你怎么还跪下了 只能别说了 跑得下去 你陛下知道 我们的恶求 在通口低了这 咱可真是按规矩办事啊 有什么好怕的 大胆王毅 这消限县令 你是卖还是不卖 卖 哎 王毅 你身为上任立部尚书掌管天下官员任命若非得罪赵月安 几会被下放成太守难不成 你已经忘了立部是如何惩治贪官的吗 每天相守害 老官 更是要卖 放肆 你还把陛下放在眼里吗 够了 来 下位月 别整天陛下陛下的效果和王太守 好好好 我说你孟毅为何如此胆大包庭 原来是你们云州府上下蛇鼠一窝 既然如此 那就等着陛下前来问啥 大 一个女帝脑残粉真当本还会胖了一个我还告诉你今天就算女帝亲至这县令本官照卖 而且到那个别说县令了三公九新六部尚书本官照卖就连皇位本官都敢卖 你信不信啊 孟大人 你好牛逼啊 好好好 本以为你这县令只是胆大包天没想到就是失心风 你以为女帝会配合你卖官不成 没有买不到的东西只有出不了的价格 并且本官这样做完全不怕女帝追责 因为本官做的一切都是合法合规的 官商勾结 受惠三万两卖官 他就像在这一段组筹 有什么太牺畅 就可以了 我扶紧起来 不是 你会看到了吗 大家 非常感谢 人 有什么 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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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有个百万千万两 依下绝对愿意 嘿嘿嘿嘿 如此一来 是不是觉得这官 卖的皆大欢喜呀 哎呦 但是吧 这如今大夏朝纲混乱 给女帝出高价买官 你什么意思啊 这等大官权利 哪不值了 因为如今 这奸相赵元安世大 结党营私不说 女帝还不敢动她 我若是买了官 这当不了几天 就得被奸相排挤 放肆 真当以为陛下 看了那奸相不成 本官自是知道她不怕 甚至知道 女帝担忧 若是直接动了赵元安的话 大夏朝纲会直接崩塌 到时候 本性会更难过 既然你都明白 又为何会这么说 我说什么呢 所以本官说 这女帝脑残嘛 只要是整点人 这准拿下准利 单凭卖官这一计 国库就能进银子 而且还能扶持一批 皇家掌握的富有官吏 这除了稳定天下人心 还能对抗奸相 但那女帝 天天就知道杀贪官 搞得贯官 子为谁敢败官 王爷 您是上任立不上书 败官已经有何见解 当年 奸相陷害本官 就是为了立命 任命百官的权力发展能力 若能放开败官之策 但能招取能人 扫出头绒大品 酒囊饭袋 还能现实奸相当日 此句真是一句诺德 不需要动用一兵一组 就能压制奸相 王爷 若我启禀陛下 让你重回立部尚书之举 您可有把握制约奸相 若是之前 王爷自然是没有丝毫把握 如今若能重掌天下官员认知之权 必有把握 遏制奸相当日 我这个乖乖 你比本官还牛逼啊 修书一封 王大人就能重回立部尚书了 当然 我 还是背景通天 孟大人 我姐姐可是很厉害的 黄姐 你真要让王爷重掌力不上书 如今赵元安娜奸相 声势浩诞 必须得有人制衡他 看遍朝堂 为我脉官知己最为适合 明白了 不过我发现孟大人卖官还是贪污了 因为有一部分银子 还是被孟大人称为介绍飞机搭口袋了 朕早就发现了 若不是大部分银子都入官府府库 朕今日就宰了他 孟大人贪的真有意思 无论是赌房收税还是卖官收银 全都交到府库里 就跟直接把银子送给黄先生里 有什么区别 朕孟爷 的确是一个人才 朕还真不能宰了他 别小心 朕生空虚 天下不绝之一 大月书生空虚公子 正是在下 你这书生来此处何事 有人出了一笔 特邀本公子采取小指气 大胆你可知本座是谁 恶案成贼子骂了 相中陛下先我我这一块 传闻空虚公子无论从哪里 四大美女追随同行 难道 美人跟三位打个招 看马 下河 球星 东北 四大美人同行平 刀枪不露 今日就算是有千针在此 也能取而得 谁是 三位 还是乖乖留在此 啊 哈哈 毕业快乐 属下正是正业干啥时间 来 盖子 别让朕知道谁是母后黑手 否则杀他十足 快找地方躲起来 这里 小雨 你好少啊 一大半夜 鑽本官尾文还不让我说啊 不是我 刺激啊 你们俩 想跟本官玩一龙二凤 你打针别说话了 干嘛呀 本官一个清清白白小伙子 岂能如你们俩如此糟蹋 糟蹋就算了 哦 还不怕黑白双子 本官岂能忍气吞伤 找遇寒了 不是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 真当本官随便的人啊 都叫你别好了 现在完了 哎呦 我做了 不做的什么意思 两位姑娘真是好兴致 这个时候还不怕关 不如考虑考虑本公子如何 你谁啊 本座 空虚公子 我看你是盛虚公子 是空虚不是盛虚 公子 四大美人 又让我来扛 我靠 你从哪儿拿的 此刻老子 暴死 敢不如我四大美人 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情况 傻呀 看不出来他们这局战要杀我们吗 还不快逃 哎等等等等 他们要杀你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区区一信令 卷入此事也算你倒局 等我杀了两位小姐 就顺手抄动你 善惜一天见鬼鬼吧 我靠 你什么档子 还想抄动皇冠 你什么档子 你什么档子 还想抄动皇冠 你什么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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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想抄动皇冠 又凭我是空虚公子 慎虚公子 是空虚公子 慎虚 是空虚 寂寞空虚的 空虚 不就是空虚 都说的是慎虚 冯蛋你耍我 你还挺聪明 孟大人 这些人都是高手 再不懂真要没命了 不走 这可是我地盘 要是找了面子往哪放啊 你要是敢动我 我就让你去见佛祖 哎呀 你疯了 空虚公子 那天下最厉害的 五人之一 四大美女 又是一流高手 这群人 就算在军营中的 来取自如 你就一贪官 凭什么跟他们对抗 凭什么 就凭本官在这 待了那么多年 花了那么多钱 养了那么多人 研究了那么多科技 你这信令 还真是口术狂言 放眼神的天下 还没人 敢说送本公子 去见佛祖 既然你想死 那宝公子就成全了 慢着 动手之前 像我给仆子像无相 免得放下杀手 你的信令 收披袈裟 难道幸福 当然了 本官天天拜佛烧香 并且 还有胡子赐予我的 保密 请 本公子走天下临死 拜把众多高僧 还从未听过 佛祖赐想佛气 哈哈 哈哈 他们没有 不代表 本官没有 菩萨保佑 今日本官被迫无奈 要犯向上伤身之罪 望菩萨体谅 如此生死关头 你还想着上香 你还要不要命了 孟先灵 你是不是因为太悟太多 所以临时报复奖 请去求菩萨原谅啊 瞎说什么呢 本官的赢在赚的是坦坦荡荡 好了 菩萨 已经允许我动手了 哈哈哈哈 你这活倒是如此怪 你本公子看了 必是歇谱 本公子 还是宋诸位 上西天吧 想送本官归西 郑虚公子 你可听闻 南无伽特林菩萨 南无伽特林菩萨 很假的 本公子 未曾听闻过 孤陋寡闻 慈等菩萨 连本官都要敬畏 本官手中的伽特林 便是菩萨赐予我的 不身佛气 就凭这堆破通乱体 也敢自称是佛气 你懂了屁呀 真正的佛气 不在外观 而在内域 此物名为南无伽特林 一息三千六百转 就算面对千局 杀人也如草芥 我劝你 速速退去 否则 让本官平遭杀孽 担当不起呀 哈哈哈哈 本公子还真是侮辱 就凭你这堆破通乱体 还真想杀了本公子 什么佛气 什么谱子 你的信令 说了这么多 不会是想拖延时间 帮救兵吧 姐我们有救了 王爷 救兵什么时候到 若是能干到这书生 本座进你大功 啊 什么救兵 哪有救兵 就这几个人 本官一个人就能干掉了 那你凭什么能干掉这群人 四大美人可是刀枪不入的 什么年代了 功夫好 有个屁用啊 姐 我还这么年轻 要死在和尚手上了吗 孟爷 本座认识你 真是倒了大辈子血霉 四大美人听力 杀了 拉下 说了不听 非让本官犯下这扎心意识 哎呀 恶密度风 黑度风 这怎么可能 死的美人都想不入 哎 起来吧解决了下梅月下清遥 我来说 你真是不疲倦 这种人 真是不疲借了 我来说 我去拿下梅月下 我去拿下梅月下 我会说 我们就在承识 这种人 我去拿下梅月下 门月下 我就是 你真的想不下去 我去拿下梅月下 我去拿下梅月下 我 大胆你竟然能挑戰本關軟肋 你不願意 我 願意願意 畢竟本關還未拒絕 這真是便宜你了 京城不知有多少公子哥 都想著我們家秦瑤呢 那這家的你也不用買了 就當取秦瑤的聘禮 聘嚴未定 不行我還沒答應 下秦瑤 威月是你姐姐能夠代表你的長輩 所以從此以後 你就是本官的老婆了 不行 孟大人我姐姐說的 沒下說 誰有私人 從他本故事不存在 他這本故事的滅他就出來 怎麼把你給忘了呢 聖絮你要不要出個招 試試我這加特林的威力啊 我公子今日同時四大美人 悲痛欲絕不易在這 今日 新流兒的一命 那想跑 快追 紅須四大美人都死了 你還不快束手就擒 今天這五十塊是本公子正栽了 啊 還需回去覆命 聖絮 你跟誰覆命啊 這 就不方便 你若實相 交代充足後之人 我還能饒你幸福 否則 你 某個夢獻令讓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啊 就是如此 哈哈哈哈 別以為佛系在手 就想上我空虛公子而呢 這是他的成名絕技 一見飛仙 我靠 還會飛 問謝你 來人 你若為加特林半生 本公子必須你嚇死人頭 靠 今日是留不得你了 等他用著別跑 哎 這句公子啊 就算你再會飛 今日 我也把你除在這兒 哈哈哈哈 本公子的輕功作術 獨不撫贏 就算你有加特林 也傷不了我 那本官今天就給你這個機會 你飛啊 繼續飛 想殺我 吃驚萬想 本公子苦力這一劍飛仙三日 今天終於派上誘程 哈哈哈哈哈哈 該死 你這麼讓他跑了 好可惜啊 沈虛公子真是好神聖 但你可知 時代變了 你可知 我告訴你了 除了加特林 還有這個火箭筒 也是菩薩資於我的 附身佛器 天下五絕之一的空虛公子 就這麼死了 火箭筒都發射了 豈能不死啊 不過這傢伙還真是個高手 還能留他全屎 換成別人啊 老就事故無存漏 這火箭筒我太喜歡了 你賣不賣 你怎麼跟個渣女一樣 剛才寫著加特林 現在喜歡火箭筒 你見一個愛一個 我就喜歡怎麼著 你就說你賣不賣吧 賣啊 只要價格合適都可以賣 那你說需要多少銀子 這個可比剛才的加特林貴多了 算你個有型價一千兩百萬兩 一千兩百萬兩 你怎麼不去搶啊 這搶錢哪有賣軍火賺的多啊 那你說怎麼著才能賣吧 這樣吧本官剛剛用加特林 換了個老婆 現在不如用這火箭筒 你再換一個 孟大人 你不會還想娶我姐嗎 有什麼問題嗎 這可是火箭筒 他換夏威月 往後倒推一千年都沒個比 孟子 就算全天下男人都死了 我都不會嫁給你這個胖子 沒得談嘍 那不賣了 我 黃姐 孟男人好像真生氣了 這傢伙實在太放肆了 這豈能嫁給他 我 孟大人 那你介紹幾個大家微笑怎麼樣 居民夫姐 刺殺女帝失敗了 空虛公子和四大美人生死 孟虛 那天下無絕之一 四大美人更是銀金鐵骨刀槍不入 千軍之中來去自入 為何會死 啊 前方傳來消息 是一個叫孟營的雲州信令說啥 我善 小小一限定 有這本事 哎呀 父親 情報的確如此啊 說是那孟營 有佛企家的林護神 瞬息間便殺了四大美人 空虛甚至施展出傳說中的絕學 一見悲心想走 結果仍被孟營死 這意思是 那縣令用神兵護身 乃絕世高手 沒錯 女帝有孟營不活 想要用刺殺手段 絕不可能成功 絕有此理 好不容易找到刺殺的機會 竟然被這個小小的縣令壞了好事 那个女帝是否還在雲州 仍在雲州安省 这样 為父記得 雲州附近有一群土匪規模颇大 以前去替為父趙安 避允他們攻打安縣 趁乱殺掉女帝 就算了縣令神兵護手 還能抵抗萬臣大軍不強 父親英明 為父 只想你迷戀青瑶公主 事若成 竟要由你處置 多謝父親 兒臣 這就前往雲州 等等 那縣令著實是個變數 你說萬一 你去把碗兒叫來 是 萬兒 拜見義父 萬恩 安縣知事 你可知否啊 萬兒已知 好 你從小習戀魅蜀 對男人了如指掌 此次你從前雨前去 想辦法前住夢魅 萬萬不可再 再再歪了一生大事 萬兒 曾 黄姐 你真要把我嫁给孟大人 你不愿意 当然不愿意 我看你们两个挺合的来的 可你只是为了加特林 那是物质的婚姻 再说了 我的彩礼 凭什么要给你 那啥就你要加特林 我就不嫁 要嫁你自己嫁 真怎么能嫁人 而且你是公主 为了黄师利 你牺牲一下自己又何妨 这加特林对阵啊有大用 可恶 那你为了火箭筒 怎么不牺牲一下你自己 这是皇帝 有问题吗 无计啊 见过陛下 见过公主 刺杀之事查清楚了 欺骗陛下 属下只查到 宫须等人都是来自于大悦 你这大内同理 办事真是越来越退步了 请陛下说罪 不过陛下 属下还查到于是 与孟大人的佛器与关 啊 快说 据属下所调查 加特林火箭筒 都出自于孟大人 所建立的献科院 安县内的马路工厂 也都出自于此 献科院 听起来怎么跟公布似的 回禀公主 的确如此 据属下调查 孟大人每年花高价 聘请民间大将 加入献科院 研究所谓的科技 而且每年的投入 不低于千万点 什么 一千万两 你确定 属下确定 因为这笔银子 有账可查 都出自安县府库 一县府库 竟然会有一千万两 银子 不对 这贪官贪的钱 都在这府库里 也就是说 这家伙拿振的钱 都投到这县科院了 黄姐 这不是你的银子 是安县的 大厦都是振的 银子也是振的 那个所谓的县科院 连理应是振的 就连他梦翼 也得是镇的人 不行 朕得去这县科院看看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能如此耗费镇的银子 何记 你确定这县科院 是在这附近 是 属下也是偶人参差到了 过了这王家村就到了 这么一个县科院 建在这荒郊村落作甚 黄姐 肯定是为了保密啊 就你聪明 各位大侠 承识你们放过我吧 赵公子能看上你 是你的福气 乖乖随我等 去网山快 好胆 光天化日之下 竟敢强套民女 合进 是 你做什么 好好好 竟敢坏赵公子的好事 我自己就敲 小女子多谢几位贵人相救 这是什么人 竟如此大胆 启禀贵人 这些都是来自 蒙山上的土匪 自号蒙山君 这孟义县令 没派兵剿匪吗 孟大人曾有关注 可因这些土匪 不来安线 所以未曾派兵 可今日这些土匪不知为何 会来侵犯安线 是谁敢扑外扑公子的好事 赵潜宇 你身为宰相之子 还敢出现在阵面前 想不到在这个地方 能见到陛下和清瑶公主 听闻陛下 前日遭遇刺杀 潜宇担心陛下安危 特意前来自处 护送陛下回家 大胆 刺杀之事是你们做的 陛下 我父一脉都是忠诚 岂会做这种事 好好好 连你赵婉儿都来此地 怕是这赵元安 迫不及待想取战性命吧 陛下说笑了 我与兄长 不过是来此处交友罢了 你说交友 这赵潜宇在京城为妃 作歹不够 还来这偏远村庄 抢抢民女 就是 你这家伙荒银无度 比空虚公子还顺虚 你本公主卡牙 能稳得患有之病 呵呵呵 清瑶公主 对为臣如此了解 莫非是想与臣共度两宵不长 好恶心啊 走开 干嘛 敢在本官地盘上 找起本官了 孟大人 香老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怎么来了 本官刚刚在县科院 接到消息说 有土匪在此抢抢民女 就来看看 谁 谁让我本公子 我你妈 就你抢抢民女啊 知不知道本官是谁 谁啊 本官安线县令 梦 硬 原来你就是梦硬 你知道本公子是谁吗 本官管你是谁 家父赵元安 哎 家父赵元安 再喊一遍 家父赵元安 哦 当朝丞相是吧 怕了吧 本官打听赵元 给本官 买买买买乌还对 再弄这盒 我看你这刀子 还让人家干什么 都给本公子上 杀了这个心理了 在本官地盘上 还能用一般土匪放肆 各种大队何宰 布尔道队在 給本官拿下這包土匪 是 陛下小心 這些人堪比屬下的大內精英 你沒看錯 大內侍衛可是千人挑一 屬下不會看錯 而且他們練習靜止動作成軍 某種程度比我們更加可怕 難不成 這孟硬還會捅軍之法 你們給我擋著 本公子一定會回來報仇的 哎 要不是本官沒到加特林 你讓他跑了 蒙野你要小心 那趙淺宇身為丞相之子 卻蜀渡即場鴨子必報 此次來到安仙 還勾結了網山這批土匪 必有陰謀 那太好了啊 本官正好有個名頭把他幹掉了 騎兵大人敵人全部相符 接下來如何處理 全部羞辱老改去 是 再走啊 走 這姑娘是土匪 對 長這麼漂亮怎麼能是土匪呢 本官知道了 肯定也是被槍槍的民女 大人饒命啊 小女子是前幾日被這群土匪 從河州劫掠著此地的 我就說嘛 本官怎麼會看錯 姑娘姓是名誰 需不需要本官派人送禮回河州 大人 小女子林婉兒 父母被土匪所殺 若欠 深無缺處 趙婉兒 再瞎說一句試試 夏威月 你怎麼說話呢 那婉兒姑娘剛才才被土匪嚇到 你又嚇他 你 他和趙淺宇是一伙的 不可能 我若是趙淺宇有了婉兒姑娘 還用去搶搶民女 早就快活了 孟大人之恩 婉兒感激天理 多不知 該如何報答大人了 你別弄他 他就是個狐媚子賤人 什麼賤人 你本官看 這就是一位善解人意的好妹妹 來 婉兒姑娘 如今你身無去處 不如先來本官府上做侍女 安頓如何 不想 閉嘴 難道是你必怕猛硬 婉兒謝過孟大人救命之恩 無以為報 只能陪伴大人左右 這趟出來收個侍女職了 走 恢復 趙婉兒 你到底想要幹什麼 陛下 別點破婉兒 畢竟你也不想孟大人 知道你的身份吧 大人 力道合適嗎 嗯 再用力一點 大人 為什麼侍女 要穿這麼奇怪的衣服啊 這可是本官 特地向花兒娘借的侍女服 一套堂絲送鞋 怎麼講講的 就是一個三位 趙婉兒 穿著如此暴露 真是不知廉恥 王爺 你讓他走 否則我和青瑤今日就會驚 啊 魏月姐 奴家有什麼地方得罪您了嗎 就是啊 那晚上都這麼可憐了 你還不允許他有個住的地方嗎 大人對奴家真好啊 放心 你是本官的侍女 我觀察著你 謝謝大人 好好好 用美人計事吧 青瑤 給我上 姐 我竹慧呀 我叫你何用啊 沒有 大人 大人不好了 縣城周邊的幾個村中遭到網山土匪劫持 他們放話了說您得罪了他 十日後要來攻打安線 還說要取您鄉上人頭啊 啊 那幫土匪 本官不找他們麻煩 他們還找本官麻煩是吧 想必是趙淺宇調動了土匪 要許你報仇 看樣子 瞭不得他們吧 來人 隨本官前往網山剿匪 不行啊大人 那群土匪租有萬人 而且那那網山 地勢險峻 易走難攻啊 藏身之處更是無數 就算調集十萬大軍 那也是不用啊 這土匪勢力就如此之大 區區土匪 想必孟大人 不會放在眼裡 趙婉兒 你是故意讓孟姨去送死 哪有啊 魏月姐 孟家只是覺得 孟大人很厲害 那群土匪肯定會被剿滅的 有道理 孟大人確實很厲害 你站哪邊的 姐 我又沒說錯 你懂不懂軍事啊 少萬土匪藏在深山老林域 神仙手段也難剿滅 就算是十萬大軍前來 說不定也會被兩草吞垮 哦 知道了 孟大人應該有辦法解決吧 大人 絕不能讓那群土匪活著 趙婉兒 再說一句試試 月月姐 我家恨透了那群土匪 想要報仇也不行了 報仇 我看你巴不得讓我們去送死 大人 馬兒 別擔心哈 換作其他人 對這幫土匪肯定沒招 但是本官 有的是辦法治他們 真的嗎 嗯 大人好厲害 奴家好崇拜 你說這幹什麼 你就一憲令 稱此叫做百名憲兵 如何抵抗萬人土匪 哼 本官那些憲兵可都是特種大隊 就關於那群人啊 雖說氣勢不遜於大內精銳 但是想以一一百 怕是做夢 好 那本官就讓你看看我特種大隊的威力 是呀 在傳令官語 前往網山交矮 是 出貨 馬兒 嗯 吃飯去 走 敗家包袋 嗯 上誕 準備 養肥 幫大人 這些人手上拿的都是賈特林 啊 不是 這個東西叫火衝 若全是賈特林 我還能信你能直面萬費 可就這些鐵騎啊 你還是趁早求求調兵吧 別死在這兒網山了 你說什麼呢 本官的特種大隊都上火衝了 還需要調兵 就是 魏月姐 我相信孟大人能剿滅這些土匪的 區區萬人而已 孟大人肯定不會放在眼裡的 還是晚上了解我 今日本官定能為你報仇 謝謝大人 這會你孟毅還不死 照玩跟你行 那些土匪躲於網山內 地形熟落 再加上人數眾多 這上百人一上山 怕是瞬間就會被發現 你打算怎麼辦 哎呀 本官讓你看看 什麼叫做現代化戰爭 歡迎 把本官的偵察神器拿來 這是什麼 這個東西叫做無人機 飛起來了 厲害吧 這個是本官花了幾百萬兩銀的研究出來的 好厲害呀 可是孟大人 這個 會飛有什麼用啊 難不成靠這東西去擊敗土匪 兒 看看 只能看到 躲在叢雲裡的土匪 大人 這 這是網山內的景象 啊 那這 那這豈不是對土匪的位置了如指掌 那是 不然怎麼叫現代化戰爭 孟大人好厲害 這樣老婆 本官厲害的可不止真一點哦 還有什麼 這裡不方便說 回頭你來本官房間 我幫幫你忙回來學 該死 兄長危險 這仙人手段頗深 我得靠出來 大人 除了這無人機還有什麼 奴家也想聽你細說 趙婉兒 你不准這些孟大人 奴家 借人 再上前一步試試 孟義可是青陽夫君 那個家事回頭再說吧 先幹正事啊 當然了 有網家畫面還是不夠的 為了行動一致 咱們還得加強同學 官員 阿芳對獎機 孟大人 真是何物 這家對獎機 手持此物的兩人 能在方圓十里內聯絡對方 正好覆蓋網山範圍 千里傳音 這不可能 誰說千里 十里還什麼呢 官員 本官現在下令 各種大隊分成十小隊 即刻前往指定位置 等待號令 是 一號小隊就位 等待某大人指示 二號小隊就位 等待某大人指示 死乃只會神器 行進打仗 若是有這東西 豈不是即刻調動軍令 所以說 實在變了 所有人聽令 向指定位置前進 開始交代 趙公子 等待本王明日 兩炒 抽美完畢 我就帶弟兄們 下山攻打 暗宣 好 若大事可成 我必上報父親 為呂大王 刺官加拒 多謝趙公子 不過 本公子擔憂 那限令夢印 會不會趁機進攻 網山 趙公子 說笑了 他一個輕薰限令 能敢帶兵 何況 我網山 必是險軍 一手難攻 就算來十萬大軍 但仿也能守得住 又憑那限令 如何攻打網山 大王 不好了 安身兵打進來了 弟兄們損失慘重 什麼 一群廢物 對方人多 不會躲避保险 大帥 前朝弟兄們都死完了 而且 都沒看到對方是 沒看見對方是誰 人就死沒了 對 死得去那邊 腦袋山還有個小洞 不知道被什麼殺了 難道是 瞎特云 趙公子 什麼是加特林 根據情報 此乃加特林菩薩 賜予那限令的佛器 佛器殺人如土狗 一息三千六百段 就連五絕之一的空虛公主 與四大美人 眨眼就被擊殺 世上竟有如此的利器 那限令豈不是無敵了 大王莫乎 此佛器 夢魏只有一戒 我們網山人數眾多 莫乎利用地形優勢 後也能耗死他 就是這個道理 被奔王親自去 走 這什麼東西 怎麼回事 對方人呢 你大王 這保證不安全了 弟兄們會被靠死啊 不如全部向人 先攻打安線 拿人數 靠他們 好 本王定要斬下那安線的臉頭 這就殺死土匪大贏了 可能不得真厲害 這就是火衝 威力和加特林一樣嗎 不一樣啊 加特林一息三千六百轉 而火衝只有一席一轉 對付空虛攻死那種高手 還差了點意思 但是本官特種大隊 仍受一隻火衝 對付土匪 那不是綽綽有餘 區區土匪罷了 怎能難倒本官 玩 你說是吧 啊是 孟大人真厲害 該死的憲令 怎麼來那麼多手段 雄長總還不出手 趙芊宇就會死定了 當然了 本官要把那小子大卸八卦 孟大人 這特種大隊雖然厲害 但此地還是不宜久留 若等網山土匪下山 怕是我等都走不了了 趙文兒 都攻下土匪大贏了 你還敢閃花招 讓我等退兵 我告訴你 趙芊宇逃不掉 雷月姐何出此言 婉兒只是見此地開闊 那土匪又有上萬之眾 若是下山衝鋒 和徒宠大隊這點人 怕是擋不住啊 就那帮土匪 只會固守頑抗 岂敢放手一撥 這他們怎麼敢的 完了完了 這回你全死定了 你這烏鴉嘴 快點跑 萬一真的上萬土匪集結 怕是我們都會死在這兒了 來不及了 婉兒怕是要與孟大人死在一起了 哎區區土匪罷了 就算萬人又如何 正好本官一王打擊 你瘋了 這裡不是網山地是寬廣 就憑百人憲兵 如果抵抗萬人衝擊啊 快點跑 他們若能傷本官一根汗毛 本官跟他們去 對對對 有孟大人在那還用跑啊 婉兒就在這兒 與孟大人共進退 嘿嘿嘿 站住 殺我猛像好漢 趕著還想走 土匪就土匪還好看 你就是縣令孟業 今天我就拿起人頭 理念我撤去的兄弟 你這賊手 本官勸你乖乖束手就勤接受勞改 否則本官若動起手來 兒等性命不保啊 哈哈 笑話 想去本王人頭 我們兄弟們答應嗎 不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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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衣 別以為有家的靈護身便可無憂 看看吧 毛山有數萬好看 堆也能堆死你 趙潛瑜 你乃丞相之子 卻勾結土匪 攻打獻城 這等造反之罪 你爹都保不住你啊 啊 誰勾結土匪啊 本公子 只是知道 網山好漢 與你們有仇 特意前往子弟 挑解恩怨罢了 毛衣啊 你最好實相點 乖乖給本公子磕頭認錯 還能饒你一條小命 否則等網山好漢全部出動 你怕是連失手 都保存不了完整的了 你可真夠無恥的呀 不過 既然知道本官有加特林 而等 當真不怕死 知道網山的門怎麼來的嗎 怎麼來的 就是不怕死 放來的 好 好 好 我靠 既然比本官還囂張啊 真以為你們人多 本官就治不了你們 我就是加特林嘛 今天 又是天上我三萬兄弟的性命 也要全軍心力的攻擊 毛衣 網山土匪人數眾多 實際陣亡 此戰攻心尾上 你快把加特林拿來 配合特仲大隊的火衝 剿滅千人後 土匪一定會崩潰 啊 那你打到什麼時候去 各個況 把毛衣沒帶加特林 什麼 你沒帶加特林 孟大人 那土匪衝來 郭德奇不是完了 這回 你孟明還不死 別擔心 本官帶來 你把火箭筒帶來了 沒有 那火箭筒成本太貴了 對付這幫土匪本 你加特林沒帶 火箭筒也沒帶 你怎麼對付這幫土匪 你不要讓我們死在這 別擔心 本官自有 歡迎 帶領兄弟們物質陣地 是 這是什麼東西 這玩意叫迫擊炮 專門對付眼前的戰爭 你確定這迫擊炮能剿滅土匪嗎 你就當 這是菩薩賜予我的第三屆自己 這玩意炮下去 郭祖都超渡不過來啊 更何況 本官準備了這麼多 真的是加特林佛計 快叫我用用 官員把炮蛋拿過來 是 來本官教你啊 這第一步呢 就是瞄準 是這樣嗎 對 然後第二步呢 就是把這粗粗的大骨蛋 放進一步 這一步叫弄蛋 然後呢 蹦 哈哈哈哈 然後就會把對面 讓 淨水牛 招死 當著本王的面秀恩來 哈哈 你不說話沒人把你答應耳朵 本王單身三十年就穿越你們這種臉 那今日本王抓了你們 定叫 偷你們 你把你們的屁 一切本王心頭之恨啊 行了 知道你是單身狗 所以本官勸你識相點速速離去 否則 失骨無存 一日天令 你當你真的是三頭六臂嗎 就你們這十幾個館子 能阻擋我傷患大軍嗎 真是頭疾 真是加特林佛技 你確實限定手機 小童們 我撐啊 開炮 我撐啊 我撐啊 是加特林不算的工程神器 這排機跑得威力 就比加特林還大 逃上此物一人變合名萬鈞 我男人真厲害 我給你來試試不行 哪是假假的 玩都還 為什麼誰覺得可以我就不行 他以後沒人也不行了 來幫你先好壞是吧 你日本官說了一個也別想走 大王趕緊跑吧 你也不肯是慘重啊 別跑 去幫你手機車 手機全靈 你神經病吧你 這不嚴厲是太理想吧 其實我都不會可以對抗的 聽到嗎 啊 啊 立刻你大衣服我父親 要護人家安心心愁 閃開 我請他為他見一下 送你再次 你是狐匪 你們怎麼能這麼不講細語 我先出發 你 就你那麼挑起青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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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先生 你不要衝動 我只是來調節猛身 和你們之間衝動的 趙公子 你覺得你說這話 本官會心 勾結 你挑起青年啊 哎呀不會讓你求饒是吧 勾結趙元安 又讓你已經殺了我 你真當本官不敢殺你 勾結土匪 攻打陷阱 這種暴犯之罪 也都丟不了你 不 你不能殺我 陛下 我兄長不能死 你得救他 你在威脅朕 非也 兄長可以死 但不能死在孟大人手 否作義父鎮命 必將知孟大人也死 那孟大人岂不是很危險 你去 但只要不殺 趙淺宇就沒事 不過 孟硬正在東路中 怕是不能善惱 此事好負 我等三人齊心協議 必能讓他回憲 大人 努家好害怕 馬上不怕 湖北都死光了 仇已經爆了 大人 原本爆了仇 努家應該高興的 但努家剛聽魏月姐說 這趙淺宇是丞相之子 你若殺了他 當今丞相定義你不死不刑 努家不想離開大人 夫妻 萌營 趙淺宇暫時不能殺 否則趙元安必定會對你安卸 難知整個雲州恨之入骨 對 我可不想跟孟大人分 沒想到你三個 為了本官的安卷如此驕傲 那這趙淺宇 今日不殺了 回家 是 啊 打了個仗真是累死本官了 婉兒 我來替本官按摩一番 婉兒 我可愛的婉兒 大人什麼事啊 按摩 啊 趙淺宇被俘 你這侍女有點寢視不安啊 婉兒 有心事啊 大人 婉兒只是在想 土匪贏念 大仇得報 是不是應該回家一趟 拿了 就這點事啊想回回呗 大人 不會建議嗎 沒有什麼好建議的 明天就回 哎 就點盤上拿著 謝謝大人 不行 不能讓他走 夏威月 婉兒已經很可憐了 回到家裡 他他可是他什麼他呀 如此好的一個事情 你怎麼就對他意見那麼大 算了 讓他回吧 不過 趙淺宇那邊你打算如何處理 先關著唄 這等堪必造反的大罪 回頭等他爹交一次的熟人 孟大人 你還想找奸向的隱藏 當然了 哎 我那槍炮以下荒金萬兩啊 這次剿匪所獲 你說能屏障 但是本官從來不做寶本的生意 所以大途就奸向而出 孟大人好厲害啊 那這得要做多少銀鏡 趙淺宇勾結土匪攻打安線罪證 你刪哪 然後也得 二十萬兩 這麼多呀 那這丞相如果不出銀子怎麼辦呢 不出他兒子就沒命了 林憲令 跟丞相要銀子怕是不妥 火到我已經說 這陛下與奸向水火不龍 不如我去請示陛下 讓他處理趙淺宇幫你要書金 好辦法 你讓陛下哼了 你要我會從本官分才一半 好 那就這麼愉快的決定了啊 新鵝交給你照顧 我這就回京 命見陛下 你哦 本官帶你換套衣服去 走啊 義父事情經過便是如此 兄長任務失敗 已被女帝押送至京城天狼 誰有此理 趙淺安 雲夏二十年 第一次有人敢跟本相交平走 那縣令 當人率領百名縣兵 擊退萬人 義父 婉兒和兄者 以及女帝青妖公主親眼火 若如此 孟姨 必不能去嘲 則他將是下一個神威元帥 為了本相發誓 怕是已經來不及了 旅帝已用了愛才之心 不久之後便要招孟姨入朝堂 你不懂 人帝乃一介女流之輩 悠悠寡斷 據你所言 那縣令那一巨塔 弟豈能輕易如此讓他入朝 不然 何故隱身份 義父英明 這孟姨 能聞能聞 屬實難以對付 看來本相 針對他的重點動輸 那該如何對付 這代貪官 從來不會錯過災情 河州之際即爆發 曇光兩月 本官到河州太守 引致封鎖 從未上爆棚 三日之後 讓他放開災情 河州之地與雲中相近 孟姨 絕不會放在這陶鐵盛宴 到時候鐵鎮如山 萬有讓女帝 親手斬了這個孟姨 義父英明 玩兒這就去辦 不 兄長怎麼救 只能等女帝提出條件 前一 不得不敬 這是赤裸裸的羊 這次本相是認載的 不過 本相遲早會讓女帝 我們回來了 天下大亂之後計劃 也該啟動吧 國大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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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青平身 有事起奏 無事退朝 律師大夫 北紅有事要走 前日 為陛下沈約 趙領宣 雲州太守 王毅與經 成長 立部尚書之旨 此舉 怕是略有不妥 有何不妥 王毅曾多次委逆 趙丞相之命 楊奉英偉 行了你閉嘴吧 趙元安 你何一 启禁陛下 臣認為 想清楚再說 天牢 還押著一批土匪呢 怕怕怕怕怕怕 前日還在這地數上 臣 暫管立部之事多年 早已身心乏力 既然陛下有意召回王毅 臣自當 臣 丞相大人 上朝之前不是說 哦 為了錢 為了小店家宰 什麼啊 好 那這事就這麼決定了 朕呢 還有一件事 還請丞相解決 陛下開口 臣豈能不足 這朕的內褲啊 沒銀子了 如今皇室成員 失川用肚都成問題 陛下 此事不成問題 回頭臣命戶部拨款內褲文銀 十萬兩 大發叫花子呢 十萬兩三個月就花完了 更何況 你讓內褲拨錢 那岂不是花真的錢 想必丞相 有不少家的一半 陛下想要多少 怎麼張 也得一百萬兩吧 陛下萬萬不可 長相大人一生情煉 怎麼會用這麼多的錢財 更何況 如今國庫空難 陛下如此不張 一雲尺點十度 以笑天下 哦 國庫困難嗎 那這天牢用度也得縮減 回頭殺害群人 臉清一下國庫負責 千萬 陛下若真要一百萬兩 臣想盡一切辦法 湊過 不過陛下若還有其他要求 臣便不能為力 丞相大人 您今日為何如此放縱陛下 不錯 並當讓陛下縮於解釋 與國共苦 你們這幾個王八蛋 見不得正好是吧 趙元 朕呢也並非得寸進尺之人 回頭音字到了 朕給你一份免遂詔書 謝陛下 給臣一日時間 給陛下送上一百萬兩 丞相 你們定了 好 那今天沒什麼事 開場吧 許下 陛下大事不好 八百里下級 何時 河州寶寶大氣候 哀鴻便與生靈塗炭 約有三十萬機民 惡到渦離河州 請陛下 訴訴真哉 大下人口才九百萬 三十萬災民出唐 河州太守乾什麼吃的 不錯 河州自古水土 肥沃涼田復潮 怎麼會出現 那麼多的災民呢 據調查 此事乃是神火 河州災情已化化三月勇余 河州太守非但不震災 反而故意封鎖消息 瞞而不報 才造成如此局面 該死的河州太守 真意調宰了他 陛下當務之急 應當是救災 的確 湖布立刻撥款 前往大農司配合河州震災 陛下 會不會此時無錢正災啊 這國庫不是還有兩百萬兩嗎 陛下 雷帶災情 都會有街上散步謠言 都會導致糧價飛漲 而河州如今足此災情嚴重 糧價怕是要翻幾十倍 要按市價買糧 怕是連十萬代都買不到啊 那你告訴朕怎麼辦 事到如今 應當讓大農司調動庫糧 用於治災 陛下 我大農司雖說有糧 但是去年糧食欠收 如今庫糧只剩五萬代 可河州的災民有三十萬人 九萬一人一月一代 以及鎮災兩個月時間算 解決河州的災情 起碼需要一五十萬代人 難道我放任災情蔓延嗎 陛下 萬萬不可呀 豪荒的災民數量龐大 這恐慌的情緒 一代波散到全國 發誓一話不可收拾啊 欺群廢物 沒一個能解決事 陛下 臣造又遺跡 或許能解決此事 說 此次災情河州與雲州較勁 而雲州糧稅穩定 救災友與雲州太守王毅 又將重回地骨尚書 居耀公寄 不如大農司撥兩三萬 估部再撥款三十萬 交由王毅給河州占災 如何 可我腹部負責撥款 我大農司負責撥兩 丞相大人英明啊 這災情的郭 都這麼甩出去了 此一唱 這是給王尚書一個 畢功的機會 他若辦成的話 如此 驚 不動 他夢念 別想好 貨貨 像這個 劍劍三 掉 有 大宣誌 雲州太守王毅 即刻正在 孟毅照顏安靜靜靜靜 衝著雲州水真希望你和王王 我們好下次再見 小寶貝們 你們藏在哪啊 孟大人我在這呢 孟大人 奴家在這呢 條 孟大宣誌 特別讓本官找到你們哦 好 則 嘿嘿嘿嘿嘿嘿 呀 臉真有彈性 臉真有彈性 讓本官親一口 找死哎呦喂 誰個大本官 下沒月 你大本官親死了 別以為你是青瑤姐姐 本官就不管拿你怎麼樣 打你都算青的 誰讓你對我動手動腳 又不會少分肉 見過魏月姐姐 你怎麼回來了 我再不回來 你怕是要和這個趙婉兒共識一夫了吧 哪有 魏月姐 我怎麼敢跟青瑤姐姐搶大人呢 孟先生 孟先生 出大聲啊 你啊 辦正事吧 什麼王在手 何種爆發大西荒 三十萬災命出逃 陛下下誓 凑了二十萬兩名字 當作不良命我雲竹正在 呃而且 下了密函 指名道姓 讓你公進主持 什麼 三十萬 是讓我主持正在 是 麻藏這女體不光腦三反 還你媽不是個東西 再說一遍 你還不讓本官說了 是我建議陛下 讓你死鎮災的 王毅只是給你輔助 你給本官添麻煩啊 這麼大的坑 水會甩到雲竹 陛下撥涼撥狂啊 就那點有個屁股啊 連十字都撐不到 氣死本官了 回頭我要做個女性 你你站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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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大人別說了 陛下畢竟是天子 各位孟大人 你不能這麼說陛下 好 你不能這麼說陛下 你不能這麼說陛下 先想想辦法吧 你不准怪陛下 因為這都是趙月安 在朝堂上的建議 什麼 可見像早知道不放他兒子 回去了 趙全宇處理好了 陛下討了一百萬兩 這是你的五十萬 拿了銀子 好好整災 陛下果然英明神 氣度不凡 孟大人 你這也太現實了吧 什麼現實 有銀子就是爹 就是娘 哈哈哈哈 陛下讓我和王太祖認真是吧 必不互所說 合著只要給你銀子 什麼都能辦成 當然都是想了 就看銀子到不到位了 孟大人你這是個罰子 小問題小問題 別說三十萬 就是再來三十萬 本官也有辦法 你有什麼辦法快說 冒 王太守 麻煩你跑一趟 把雲州各地同僚 全部叫我們來開會 記住 尤其是跟本官買官那些人 定要來 我這就去找去 走吧 換身衣服去 各位同僚 陛下下誌 令我雲州籌糧震災 還希望各位大人 克盡職守 竭盡全力 王太守 此次災情頗為嚴重 三十萬載民 憑我一州之地的糧食 這恐怕不夠嗎 不錯 如今 這民間糧價 風掌 我等還要防備 治下 打氣缺糧 哪裡還有多餘的糧食 去付雷啊 這個屠龍 我等還需要謹慎 若震災不成 讓我雲州各地 出現糧荒 這讓大夏 是上下霜啊 本太守知道 各位大人都有 所以 才召集大家前來商量 畢竟皇冥真語啊 姐 此次災情如此嚴重 不錯 糧食缺口很大 不然真也不會親自到此 孟大人 您如此安然自得 可是想到鎮災的法子了 對啊 孟大人如此淡定 理由解決之法呀 各位不必心慌 犯法 咱是有力 剛本官只是在想 咱們做這件事 生意孟大人 還想借這次災情賺銀子 當然了 這麼好的機會 本官必須好多賺錢 什麼 你還想借災情做生意發國難財 你就不怕陛下閃了你啊 生意不給做啊 那這災情雲州可不休了 你讓陛下和奸向自己重量這災 就朝天給那撒瓜倆早 想白表我雲州幾十萬蛋兩 當然有 朝堂上的人都不是東西 陛下就是看我雲州過了幾年好日子 想挖我們老體的 技術歷朝歷代那麼大的災情 哪有甩過的一周之一 行了 還是先震災吧 孟大人 還是說說震災的法子吧 王太守啊 如今 我雲州庫糧有幾何 這麼多年 經過各位同僚的努力 我們雲州糧步有精糧六十萬蛋 什麼 雲州有這麼多糧 那豈不是可以輕易鎮災 大呼小點 哎 雲州是有糧 大不能全都 何不能夠 那是雲州這幾年的主備糧 用來防備災情用的 都是陛下紫密 怎麼還分地獄 下威越 你給我閉嘴 先陛下陛下 不是陛下真有能力 河州災情還會發生嗎 朝廷讓我等雲州鎮災 若是主備糧用完了 之後雲州發生災情怎麼辦 河州災民你看不中 那我雲州百姓就算不是人了 本官是雲州的官 只對雲州負責 若是陛下不滿 那我官必成為封鎖雲州 讓那些災民去競爭招女帝朝廷下 孟大人所言有理 無論如何雲州都要留儲備 不過這女帝前些日子 為本官賺了銀子 本官還是要給她個面子正在的 嘿嘿 那我幹嘛 看她呀 孟大人 所以說 所以王臺首 這次拿出一半苦糧 總計三十萬袋 去鎮災吧 好 不過孟大人 鎮災需要六十萬袋 這還差一半的缺口啊 誰說三十萬袋 僵良全去鎮災了 先拿出十萬袋 比價比雲州糧商 另外再拿出十萬袋 給下面的小力 還有咱們幾個官員 分一分 你再說一遍 你問什麼 分兩啊 孟業 也知膽大冒天 連震災糧都敢談 送糧商送官員 唯獨不送災民是吧 姐 你先別激動嗎 莫大人這樣做 肯定是有道理吧 什麼道理 他這是赤裸裸的小貪污 夏威月 你不懂就別瞎嘗了 你覺得人家清陽 乖乖坐著聽不好嗎 我不懂 這災情 最怕的不是缺糧 而是人心 本官拿出十萬袋精糧 補貼給雲州糧商 為的就是讓他們穩定糧價 穩定天下人心 看你分給你們幾個官員小禮 又是什麼事 你什麼 那震災震災誰去震啊 靠女帝去震啊 不還是我們這些官員和小禮嗎 啊 河州官僚都癱瘓了 我雲州官僚若是吃不飽 誰去放涼 誰去收攏災民啊 你說我 你不要吵嘛 你一根都沒 你這都什麼外力 能解決問題的他就死了 你解決什麼 哈 這麼一分朝廷震災的糧 就剩十萬袋了 你還怎麼就災 接下來就是本官要說的吧 各位同僚 你們大多數都是跟本官買官才做上的線令 都算得上是家境分厚人脈不大 所以這一次就要動用你們的資源了 孟大人有事您吩咐 不錯 我能相信孟大人 這次就算貼銀子 我等也要解決災情啊 不用貼銀子 而且各位還有得賺 我需要各位召集整個大廈的糧商 用官府清糧 按照一對十的比例對款賣服 先換一百萬賣服 當震災量足夠災民吃撐了 然用賣服震災 那賣服是人吃的東西嗎 那是作為畜生的糧草 都災民災民了 有的吃的不錯 你再說一遍 你再說一遍 你可知 這天下人心伏色 你用精良去震災 先不說夠不夠的問題 光是在這當中領取震災量的 又有多少是真正的災民呢 現在河州災民 那可是草根樹皮壽之殆盡 有賣服吃就不錯 連賣服都能吃的 那才是真正的災民 不行 絕不能有賣服 我的災民就會動亂 將會引起掏錢大貨 不用賣服也行啊 那你要朝天波涼啊 我都被我逼逼叨叨的 要不是河州災民衝著雲州來 本官才懶得管這爛攤子 姐 我覺得販賣服也行 王探手 你說呢 我覺得孟大人的法子不錯 畢竟糧食問題解決了嗎 耽誤之急 上北京先吃上東西啊 好好好 你們真是暗關一污 姐你別走呀 孟大人 孟大人 能再去勸勸魏玥小姐 去吧 不知道你怎麼犯什麼被 啊各位同僚 我等繼續商議鎮災呀 姐 你要去哪兒 回京 真不想見到那貪官 否則遲早會被他氣 可是河州災情 只能拿出沒有的方法 朕就算餓死 也絕不會吃麥芙 我相信 你也不會吃 陛下 為何急著走啊 滾 否則真打了你的腦袋 好嘞 陛下您慢走 這孟大人還真是個人才 一副不得把這事給捕破天 如今證據確鑿 本姑娘得趕快回京 見證一場大事 有事起奏 無事退場 禮禀陛下 臣有本策 丞相何事 臣含河援州太宿王毅 安憲限定孟夜 戰災時 二人濫用之權貪污行賄 私下倒賣災糧 其行徑敗壞律法 有損朝廷威嚴 往陛下徹查 一正清廉 丞相大人 這其中 是不是有什麼誤會啊 希望是誤會 但事實的確如此 雖說此次元州 釣用精糧三十萬彈 用於戰災 但眾同僚可知 其中十萬彈 被那縣令夢魘 低價倒壞 糧傷 安慰其名曰 穩定人心 穩定糧價 另有十萬彈 另有十萬彈 對雲州上下官員瓜分 雖有剩餘的十萬彈 用於戰災 但卻從精良 冠成了賣夫 我大廈開國以來 從未有如此誇張的貪污行徑 如若不免承 我等一朝 將遺臭萬年 從此誇張的貪污行徒 其有此 我大廈震災 從來沒用過賣夫 一入官僚 政府掛到共同掛股災糧 是朝鮮於河地 陛下 我等請求立刻抓納 雲州全體官僚 斬首示狀 呃 此事呢 朕也略知 但河州災情嚴重 雲州的鎮災之法 實屬無奈之決 陛下 就算再沒有辦法 也不可如此貪污災糧 此力一開 後來這番番效法 將被遷破罵 不錯 我後代官員也用此法 貪官將會越來越多 陛下 更可怕的是 若災災情 肩上作亂 衛夫 必會找家 到時候 可真沒有要吃的東西 風運此舉 愧對列祖列宗 帶壞了子子孫孫 大農司必不認可 你們什麼意思 把王毅孟毅 二人壓覆刑場 難所示眾 請陛下下旨 請陛下下旨 難道朕身為一國之君 連個孟毅都救不下嗎 陛下 河州傳來消息 災情 停息了 可能 三十萬災民如何在短時間內平息啊 是不是河州官員再次難報 我等大內侍委已經派親眼去河州探查了 所到之處 河州的災民躁動已經被徹底平息了 這是怎麼回事啊 陛下 這主要還是 主要還是雲州的孟毅縣內的計劃十分成功 他用精良喚賣夫的方式 籌集到了一百萬災災 災民對賣夫沒有意見 災民並沒有 難道十分感謝朝廷和官府 而且以往出現的搶糧食的情況此次並沒有出現 這是為何 據災民所說 搶糧食的人一看是賣夫紛紛地表示出了嫌棄 精良喚賣夫竟還有如此好處 這雲州的孟毅對人性的把控實在是驚人啊 不可能 就算糧食衝突 可單憑援州一地官員 如何處理那麼多的流竄災民 這正是屬下要說的 此次除了雲州的官員和糧商 再得到補貼和分配的災糧後 朝著河州一路盡心盡力地震災外 孟毅縣令還將朝廷給了二十萬兩白銀 和三萬彈精良分配給了河州其他官員 大德 派給河州的官員分擋 陛下息怒 原本與癱瘓的河州官員 在得到孟大仁的補給之後 迅速地組織起來 利用賣夫分配給了災民 防止災民亂竄 另外 河州的官員還將再逃的河州太守 缉拿歸案等待陛下室罪 好好好 河州太守也抓住了 人要親自問問他 到底要幹什麼 此次河州災情 雲州震災有功 先 王毅和孟毅進京面勝 吳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吳皇萬歲萬萬歲 吳皇萬歲萬萬歲 吳皇萬歲 天遙 朕這妝容如何 黃姐 孟大人盡盡面勝而已 你要打扮那麼漂亮嗎 什麼漂亮 朕要的是威隱 當朕與他見面 我看著貪官 還能說出什麼歪理來 孟大人肯定會被黃姐 下傻的 陛下 何州太守已經開口 對災情之事全部都照顧了 他說了什麼 何州太守對災情之事 確實有刻意瞞報 但是他也不是主謀 是有人指使他這麼做的 是誰 丞相 趙元安 好好好 趙元安 你當真是大廈的好丞相 心無人性到這種地步 真是留你不得了 何敬 秘密調動進軍 等夢一進金滅勝那日 捉拿趙元安 是 何州太守被捕 快出賣你吧 急什麼 學學婉兒 父親 這都什麼時候了能不急嗎 若是讓女帝知曉 何州災情是您下來難報 這怎麼可能放過咱們一家呀 何州太守 肯定招供 想必女帝也已知真相 他肯定 要對為父無受了 那夫妻還懂什麼 咱們直接反了那女帝 少還無受 大約 已派人入京 另外為父 還在等 有聲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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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大人 可安好 將統領 二十年前與您邊關一別之後 至天未曾私下離聚了 托丞相鴻福 這些年來 蔣某步步高升 坐上這進軍統領之位 如今 爆大丞相了 哈哈哈哈 看樣子啊 陛下是對本相 要動手 啊 進軍 已經控制了京城 也包圍了您的丞相 控著好 玩 看茶 各以茶代酒 敬蔣統領 大願若成 必報答蔣統領 好 乾 乾 哈哈哈哈哈哈 幾年過去了 想不到 我又回到這金卵殿 恭喜王大人 同回力不尚心之位 同喜同喜 陛下 一定是不被忘了孟大人 不過孟大人 此次 是你第一次入朝 萬萬不可失了的禮書 王大人 您放心 等會兒本官站在最後一排裝飾 絕對不引起 並不及 孟先生 您此次 震災有功 稍後陛下還有問話 萬萬不可占到如此之遠 公公啊 這本官啥也不懂 您看 給安排的合適 又不齊耳的地方 孟大人如此大方 那本官稍後就為您安排到位 你就是縣令 楓宴啊 不愧是探官無力 現在你開始貴賂御前漢免 你誰啊 本官辦事兒 還說能找你管 反向 道元安百官之首 你說 我能不能管 連丞相大人都不認得 果然是個九品芝麻花 不錯 今日就憑這營票 你不能犯下惠弓罪 應當奉犯 趙元安 我等敬驚面勝 難道 還可存不成 王毅 就算了 這區區縣令 如何資格進入調查 何況 犯下這惠不不退 趙丞相 本公公雖為御前太監 官職也沒您大 但是你們可如此污蔑於我 那你說 你手中的銀票 貨何解釋啊 哎 這銀票是王公公掉的 不歸原主 有問題嗎 沒錯 這就是本公公掉的 孟大人這叫實金不媚 一派狐野 銀票怎麼能掉出來的 就是 錢財之物 有誰不會好好保管 銀子平時都能掉 那銀票為啥不掉啊 好 你孟一果然貪污有道 為你拼出 但是無論如何 你就是如何賄賂 你也若不得這金鸾殿 一個小小的縣令 有何資 稍後 我等會啟動變相 定你問您這 賄賂之罪 孟大人靜靜念聲 論功行賞 陛下聖旨 三位大人還是無法阻攔 三位大人 你們如此打壓孟大人 可別怪本尚書回頭看你們一本 黃毅 你的尚書之位 還未下奏 啊停停停停 能不能容本官說兩句啊 兩位大人啊 你們是否要彈劾本官跟貴賂之罪呢 不錯 本尉是親眼所見 豈能有假 沒錯 本尚書 也最看不見你們這些貪污的手段 可這銀票 那的確是王公公掉了 而且我怎麼看 兩位大人上前的時候 好像也掉了點東西 哎呀 本尉使的確掉了銀票 本尚書也是如此 那兩位大人 本官是否犯下這賄賂之罪呢 啊沒有沒有 絕對沒有 本尚書也知道 孟宣令肯定會誤歸元祖的 哎呀 孟宣令 您呢 是個好人呢 大膽孟宴 竟然在反向戴錢 賄賂越是大 我和我不尚書 偶審大人 這怎麼能是賄賂呢 這分明是做好事 的確 孟大人是在做好事 沒錯 我約李鴻大人 先進朝堂 等候宗位 等候宗位 好啊看來我是小瞧你 不過今天你無論如何說跑天 這金鸾殿 你是賜賂的 沒事沒事 這殿本官不進了 哎 王公公是吧 王大人 等會兒陛下若是問起 這本官為何不在 你們如實說就是了 好說 好說本尚書回頭就想想 如何參加成像大人一本 本公公稍會也會啟稟陛下 各位大人 陛下讓小子來 讓孟先令去羽花園單獨面聖 什麼 不是說入朝面聖嗎 孟先令 雖然說 丞相大人不讓您進店 但是我們替您公知了陛下 不錯 陛下說了 事有些不妥 呦 丹子叫您面聖啊 啊 啊 多謝兩位大人了 哎呦 客氣客氣 這場反笑 孟先令 前方就是陛下所在 小的就先告退呢 謝謝 這女的身材還真不錯 陳雲州安縣孟宴參見 孟宴見到朕還不跪拜 準備瘋了快下了 放手 男女授受不侵 信不信真讓人宰了你 本官真是在救你啊 你簡直瘋了 女帝都敢假冒 假冒女帝 你連龍袍都沒穿 打扮再漂亮了什麼用啊 還敢自稱皇帝 真以為本官會上當啊 我告訴你啊 你在這躲得不快就算了 要讓其他人知道 這都早就落地了 這傢伙還挺關心症的 安心吧 我可是得到女帝許可了 女帝腦子抽了 讓你假冒他 還不是你那些貪官歪理 讓女帝火冒三丈不想見你 所以才太我來致命 然後我就提了那麼個建議 可惜沒騙到你 欠你 不見就不見 本官還不稀罕 孟大人 這裡可是御花園 萬一你這些話傳到了女帝而已 本官剛什麼都沒說啊 放心吧 跟你認識這麼久了 就算有什麼 我也幫你擋住 那看起來好 關係沒外出啊 坐 哎對了 女帝這次找本官來 是有何事啊 此次何州災行 正在有功 女帝想要問你 想要什麼獎賞 想要什麼情賞 哎 把雲州三十萬的精靈想花 大夏已經無良了 就算補 要等明年順收後才能補 而且三十萬在 最起碼揚分五年才能補齊啊 女帝真想白嫖我雲州糧食 你說什麼呢 女帝這不是沒辦法了嗎 所以補糧就算了 還是單獨給你獎賞吧 沒想成這樣 嗯 那你說吧 想要什麼獎賞 官 官 想要你 本官 想要你 下輪 夏威月 第幾次了 別管本官給你關臉啊 你好什麼好 誰讓你思想骯髒 我思想哪兒呢怎麼辦 女帝給你獎勵 你居然想要我 誰他媽想要這男人撲 本官想要的是你妹妹青娘 沒有 哎呀 孟大人 你看你話都不說完全 不好意思 離個往遠點 先先先 別碰我 不是不意的 不好意思 你下輪 又關我什麼事啊 是你自己身上來的 壞了本官清白 你無恥 我哪無恥呢 說不是你剛才 你還說 夏威月 認識你 倒露我八倍的前面 今天真是 只有你我二人知道 若是透露出去 我讓陛下斬你人頭 哦 好好好 言以賤了 我讓我們關北 是這意思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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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不在 正在金蘭殿 那小子這就找陛下 等等 這麼著急 你有何事 剛剛得到消息 大岳祖邪王 率領大岳使團前來禁見 丞相大人 已派人邀請入朝了 什麼 怎麼了 禁見使臣不是很正常的事嗎 若是其他王朝也就算了 可能大岳門 已侵略我大廈國土 與沈維元帥 早已交戰多年 這次前來 必定是不安好心 不會有事的 拜託 這可是大廈京城 那些使臣 若敢在此地撒野 怕是連皇宮都走不出去吧 話的確如此 但奇怪的是 那奸相趙元安 竟然不啟稟陛下 就讓大岳使臣入朝 怕是無疑的 啊 趙元安勾結埋藥造反啊 趕緊跑路 萬一京城打誰 就跑跑跑都跑不了了 你真當陛下沒準備嗎 陛下早已派了京軍 控制住了京城 那幹嘛呢 你都知道的消息 趙元安豈能不知 他肯定用手段 反制京軍了 我還是先回雲州啊 你的意思是 陛下有威脅 廢話都這樣了 肯定打一仗啊 那你更不能跑了 女帝若遇險 我和星瑤身為皇上 肯定要難逃一死 哎 那不這樣吧 本官這次入京呢 特種大隊給帶 讓他保護你跟青瑤 如若女帝遇到威脅 你們倆速速逃回雲州 比本官我 先回雲州做準備 你就對陛下這麼沒信心 我靠 難道才女帝不出事才怪呢 我靠近了 這樣吧 你讓我一下 你還好 夏美月 本官知道 你想保護女帝 把這個東西帶上 到了生死關頭 逮捕他打開 這裡面什麼東西 哎你別管了 到時候就知道 都關心車了 拜拜 哎你 天安 大月使臣進見 大月左賢王巴格爾 見過大夏女帝 女帝過真生的是 沉魚落雁 碧月修花啊 哈哈哈哈 放肆 竟敢羞辱我大夏女帝 來人 把他給我拿下 陛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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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風 你這進軍統領什麼意思 沒什麼意思 丞相大人 有事吩咐 哈哈哈哈 那就麻煩蔣夫 趙元安 你勾結進軍統領 需要補款嗎 反向 這是在救你 共魂同僚 你陛下 朗元安 你放給你 蠶齒軍軍 放一國之人入朝 來人 叫趙元安 跟我拿下 今日 捕了成相之命 誰也不能進入金鑾殿 何進 大內侍卫的人呢 陛下 當代大內侍卫 已經被進軍 解決了 陛下 如今這滿朝震軍 已被本相控制 草堂之上就连一个苍蝇 飞不出去 如今若不是让左仙王满意 他是无人生还 赵元安 你敢叛国 这怎么叫叛国 这是臣为保大下根基啊 不错 赵丞相的确是为了 外救大下国 朕看到的是赵元安 募集你大阅 陛下可知楼兰古国 你被大阅所灭啊 什么 楼兰百年大夺 突然就被命逃了 大阅兵力 一脱子调战 完了 看样子 大阅有对大下光说 不错 本王此次前来 就是代表大阅向大下 向战说的 不是 我大阅铁骑 即将攻取青霞关 一通大下 女帝 你若实相的话 乖乖投降 还能留你一条生路 不 当大下 怕你不成 如今 神威元帅还镇守青霞关 岂能容你入关 那夏神威 的确是个人物 足我大阅二十年 那都是因为 我大阅 投石和楼兰与大下所战 现在 楼兰已灭 我大阅十万起计 和兵一处 敢问夏神威 拿什么能够阻挡 十万起兵 这如何阻挡 大下 这是要灭国了 骑兵 并不可能 可怕的是 大阅有一半是攻起兵 能手能打 防不胜防 哈哈哈哈 其实众位 不必惊讽 虽然 我大下 与大阅交战多年 也不是没有办法化解的 平常大人 此番劫难 该如何化解 巴格尔大人 虽然此次是来下战书的 但想必 也不愿两国 就去财战 不错 我大阅王 本不愿再起争端 只要大下 答应我们的条件 我们可以罢兵 甚至 还可以结为绑国 那大阅国 有何要求 两国将好 当然是 与和亲为上 我大阅帝 愿取 大下 女帝 放肆 就凭儿等了白衣 还想去陛下 王大人 历代两国 向来以和亲为主 大阅已经兵强马壮 自是不能招日 陛下 若是驾于大阅帝 岂不最显 我朝先议 到时候 不仅能停止兵戈 若诞下子嗣 两国并为一国 岂不成为千家话 赵元 你是想把朕驾出去后 自己登基成帝 陛下 臣是为国着想 赵丞相 的确是在为下国分忧 当然 这和亲 乃是第一条 这第二条嘛 就是你们让出清下官 还要将下神威 交给我们处置 白日做梦 我大下岂能被怕护国忠臣 说 既然如此 那我大阅铁骑即刻入关 定杀得这朝堂 更加不留 陛下 万万不可得的大岳呀 网得大下之即可危呀 陛下 您身为女子 倘若能出嫁之歌 未成不是一步好奇 一群就那犯贷 朕绝不求饶 大岳要战就战 不错 大下何去一战 大人 帮我们大人 带出去 这 赵元安 你敢叛国 你不得好事 陛下 为国着想 你还是将 否则大岳入关 这下祸端 你将是罪人 放屁 赵元安 今日过后 朕必取你人同 看样子 陛下是执意的价 朕乃皇帝 出嫁一事 岂是你奸相可定 既然如此 别怪臣 我罪 来人 赵元安 你竟敢以蛮衣入朝 这哪是蛮衣 这是和谦的队伍 这就是我们大岳的勇士 他们二人联手 便能阻挡五爵高手 现在十人聚齐 就当同于五爵高手齐聚 现在就让我们大岳勇士 为我们大岳王 迎去大下余地 众亲合一 陛下为保大下根基 您还是嫁了吧 不错 如今丞相开口和大岳国和解 我的也是无能为力啊 好好好 真是一群为国忠心的好忠臣啊 来啊 为陛下沐浴更衣 出嫁 大岳 本班知道 你想保护女帝 把这个东西带上 到了生死闻 再把她打开 这家伙竟然把伽特林给震了 想要震家人震刀要看看 今日谁敢拦我 哈哈哈哈 想不到女帝性格如此刚丽 都身一人 也敢反抗 不愧是我大岳王 看重的女人 不过今日 本王必须带你走 全给我上 让帝 出嫁大岳 想逼老娘出嫁蛮夷 都去死 这是怎么回事 打下女帝的武功怎么会如此找去 压得连活气 一切拐死那些六百万 该死的萌营 他怎么把丈夫伄传给了女帝了 还想跑 你还想跑 我打下女帝 你不能杀我呀 你啊 你啊 李将 成效作为 那我的武功啊 李将 你们两个老不死的玩意 稍候 这非要让你们去偷大粪 陛下 您還是束手就擒 衝駕大院 不錯 此處有進軍籤 陛下 就算手勢加特琳也不可提啊 好好好真是一切犯罪 朕今天就算死在這兒 等天界別想到城 若遇到大量敵人包圍 拉開鐵球上的環 然後任務 堅持三戰差的時間 無論你在哪 關羽的特種大盾必會來救 這消息 這字吧 哦 哇哇哇哩可怪怪 這小玩意兒 將堪比火箭筒和迫擊炮 今天這非要讓你們瞧瞧 夢翼所說的火力威武 火力威武 瓣賊 收拾死 別讓別讓月蒙 快疼了 必要不是人啊 快疼了 必要不是人啊 你們四娘的不是人 老人家 這女帝武功超絕 非凡人能敵 我須先回大月調兵 所見王 讓我與你同去 此過了今日 拜祥必死無疑 你要跟我回大月 拜祥 讓你移近 何去青茶館 讓大月前進 命運無息 好 怎麼了 孟大人 為何突然回雲州啊 今天不跑就來不及了 今日之內京城肯定開打 一定肯定有危險 不會吧 那可是金鸾店 一切有大內侍衛保護 聲音 我才是傳出來的 該死 下飛雨的危險 手榴彈都用上了 怎麼吧 姐姐還在宮裡 媽的 這皇宮開架 這天下得大亂來 魏雲 天亮 手榴彈 你率領各種大隊 先去皇宮帶著下魏雲 記住 無論是誰 只要敢傷害魏雲一律擊斃 是 哎另外 再派出五個人保護我們清澆 我們在城外會合等你們 回雲州 原料 讓我走 快 我手榴彈沒有了 怎麼 怎麼加特林也不管用啊 這是禮節了 看來加特林也不是無敵的 江頭領 立功的機會到 長官 你還想出手 你與我們一起犯下的 是叛國造反之罪 必死無疑 知道如君不如一不做二不休 幹掉你命 換了這大甲天子 我根本不信你 幹了 陛下 加特林已孤佑 如今誰也救不了你 到前一 朕當時在網山 就一個人貌易殺了你 陛下 可是你錯過那次機會了 如今你一個女子 面對著大量進軍 你還能怎麼樣 還是乖乖的出駕大躍吧 朕今日就算死 也絕不會大躍你們 可是 就算你變成一具屍體 家父 也會把你抬到大躍 你得殺成像之子 雯隊長 雯雁小姐 孟大人讓我等救你回運州 他果然是擔心我 不過在此之前 給朕殺了這群叛軍 陛下 把那侍衛以陌序脫困 前來救下 你這大難蜜塔還有臉來 陛下 我會盡快恢復朝頭之群 殺了這群叛軍 這看誰還敢動 陛下 雯雁小姐是當朝陛下 沒錯 關隊長 此事 萬萬不可向孟小姐提起 關隊長 你若閉嘴 朕幫你和特種部隊加關進決 可你若敢透露出去 朕扒了你的屁 逗逗 陛下 關軍絕對不會亂說 合進 配合特種部隊 拿下這群叛軍 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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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陛下 就如此自信 就憑這點人 就想拿下我的禁軍 什麼禁軍 神文元帥不在 你們還敢勾結奸相造反 當個叛軍 還用二等作甚 想不留一次生機嗎 戰機是差點死在這金鑾殿上 你還想要生機 做夢 既然如此 那就別怪我 是沒有 我講從喜悟 但是一心無意 朝法入勝 誰能 這點失戀 那麼多廢物 關雲 不錯啊 就憑你這一槍 正回頭賞你一個指揮使等等 謝陛下 關了 真是要花 蔣宋已死 兒等還想反抗 王毅 陪這重整朝堂 那個 陛下 孟大人還在城外等你 那朕 先去見他 我這想的又出來 問不答他屁股 孟大人 姐姐不會有事的 怎麼會沒事啊 京城今日都這架勢了 那趙元安肯定連和那大約造訪了呀 這傢伙 還挺關心鎮的 柯姐姐是在皇宮 大廈最安全的地方 就是你這個我才更擔心 你說那女弟做了那麼多腦殘事 死就死了 那不能拉著微月一塊兒 就算他做不成補完的洗手 那好歹也是他 你這不能見死就啊 你有本事再說一遍 京城不安全送回雲州 哎哎 不回 趙元安造訪已失敗 我還要配合女弟抓捕趙元安 抓什麼呀他肯定跑了呀 什麼 這不可能 孟大人 您可有什麼證據 這要啥證據啊 你們去找那個那個那個大約的使臣 他若不在那趙元肯定他們一會兒跑了 小姐據大內消息 趙元安已遂大約使臣 逃離緊張 大內侍衛幹什麼事的 真的能讓監相逃了 本官猜對了吧 咱們還是隨意宇州吧 本官再猜一個 不出十日 這大約起兵必將入侵大俠 什麼這不可能 沈門元帥坐陣青夏關 怎麼可能會把大約入管 不錯沈門元帥坐陣三軍四十年 又是陛下皇叔 就算再艱難也必定死守青夏關 你們都這麼看呀 那本官更擔憂了 說不定這青夏關已經失守了 三軍 周小軍 幫幫你提供 站著 不是 參見大人青夏關失守 沈門元帥中山昏民 大約十萬鐵接入關 青夏關駐守兵里有三萬大軍 怎會突然失守 一個月前大約別早有準備 聯合請向派人假傳勝者 刺殺元帥 這才導致青夏關失守 真該死的趙元安 絕對籌備多年了 不然元帥豈能輕易中擊 沈門元帥現在如何 你們將士們敘伏救下 只是元帥重傷昏迫 無法迴擊 現役安置在雲中 莫逸快回雲中 一定要救下沈門元帥 不救 沈門元帥跟我有什麼關係 元帥難我大俠護國忠臣 豈能不救 不錯 吳大人 沈門元帥坐守兵官多年 是我大俠定海神針 絕不能讓他死 陛下跪罪下來 吳大人充滿我 哎呦你讓陛下自己救去 我是他保姆啊 什麼事都給他擦皮 孟大人 沈門元帥 你必須得救 青瑤老婆 你給我一個理由啊 因為 沈門皇叔是皇家最大的長輩 我與姐姐乃至陛下長大家人 都得盡管他同意才行 什麼 你怎麼不早說 老丈人重傷 陸回雲中 皇叔 你怎麼樣了 見到陛下 皇叔 你重傷未遇 就安心養傷 剩下的事情 交給朕處理 陛下 來不及了 趁著身體 已無力回天了 皇叔 我不想你死 青瑤 別哭 皇叔離死之前 定會 護你等安寧的 陛下 大約十萬鐵機入關 攻破了邊州 直奔雲州而來 他要直取青城 亡國大夏 蘇去京城 把秀兵與之決戰 陈在這雲州 拼死 也要為大俠 爭取一個月的時間 皇叔 大俠不會亡國的 皇叔 你一定要撐住 快去 大俠已到了生死淳亡之際 我這條老命 就是為大俠 爭取實踐的 呀 老燈 你想啊 何人 見到我等 竟不跪拜 你都傷成這樣了 還在拜關 放肆 你 皇叔 因為他不知道我的事 什麼 那也不能如此放肆 去取一個縣陵 見到魂帥 還不清安 這老燈 別以為你是青瑤皇叔 就能得寸進尺 本官又不是上門女婿 或是瑞婿那一套 什麼 什麼女婿 皇叔 王姐已經把我許佩格茂帶人了 什麼 魏玥 就憑他油腔劃掉的樣子 憑什麼資格取情瑤 這 本官有什麼資格 本官連彩禮都出了 什麼 魏玥 此事當真 皇叔 真的 把彩禮退了 這小子 一看就不是什麼好東西 取取錢財之物 就像取青鸟 做夢啊你啊 本帥絕不會同意 列祖列宗都不可以同意的 要不是你重傷在世 我真想告訴告訴你 花兒為什麼這樣紅 這菜裡退不了 本帥說退就退 要不是看大約入關 本帥一定代理三軍將士 找你好好的聊聊 你當本官胖了你不成 我退總大隊也不是吃素的 不願 退彩禮 河隊 黃叔 這菜裡真退不了 對呀 大人還挺不錯的 聽了真好 聽好 別告訴黃叔 你真願意嫁給這限令 我後悔 我後悔 既然你一決 黃叔也不會阻攔的 畢竟我時日無數了吧 謝謝黃叔 老鄧 給你上來個事啊 什麼事 本官出生被財力 把威月爺取了 說一遍 我 孟毅 把夏威月爺取了 黃叔 你放層啊 大夫 我黃叔傷情如何 姑爺小姐 我們按照孟大人的命令 已經給實惠元帥 出生了青梅素 不出一日 元帥 便能夠蘇醒 我黃叔說他命不久矣 元帥傷情 主要是被刺殺後 傷口感染所致 若是其他的 確實無力回天 但是青梅素 絕對 沒問題 那是當然了 此等藥物 本官花費幾百萬兩研究的 現在合成也要幾千兩一支 所以這老燈啊 死不了 下去吧 那我就放心了 不過 黃叔正處於婚禮中 大約十萬鐵齊 向雲州而來 該如何抵抗啊 這麼突然 本下得大亂了 孟大人 孟大人 月過關 直去京城 我等你下職 令我等阻擋一月啊 女帝不派兵 讓我雲州抵擋大約 不錯 如今 身為元帥重兵 這兵力全能募首 可是天內 怕是沒有辦法出兵 我還要去通知三軍 孟大人 你盡快想想辦法 本關想好辦法了 你倆趕緊收拾收拾東西 隨我跑路 哎不是 你竟然要跑 廢話 十萬鐵齊 你自己不解決 讓咱們去送死 不跑等啥呢 不是 你扔了那麼多銀子 這個時候不為國分憂 你還是個人嗎 夏威越 本關是何人啊 是個大貪官啊 對呀 那拯救天下 哪能是一件貪官能解決的 所以 不跑等啥呢 可是孟大人 天下之大 也無處可逃呀 此話怎麼講 若大約只取京城 大夏亡火 那勾結大約的趙元安必定上誤 那時候 會不會放過你嗎 哎呦我本光把這事兒忘了 哎呦這個奸詳 真的不能逃死 所以啊 孟大人就別想著逃了 乖乖的想辦法 阻止大約鐵齊吧 哎呦你才然又在花銀了 又吹呢 哎呦 你的意思是說 你有辦法攔住大約 廢話 你 那打仗打仗 你以為打的是人啊 那不都是銀子嗎 雖然本關銀子多 但跟大約一比 還真不好說 是嗎 如今皇叔重傷昏迷 如若陛下動用國庫 你是否有把我解決此事 那女弟就一個吝嗇鬼 兵都不願意派 還指望她能出銀子呢 大廈是窮 但這一仗必須要打 無論花多少銀子也值 否則 大廈必定亡國 如若是這樣 本關還真好辦了 你真有辦法 當然了 若是女弟願一掏銀子 本關這兒有三個價位 三種結果 看她怎麼去 你說說看 這第一種嘛 只要五百萬兩 本關保證能把大約倒在雲州外 什麼 五百萬兩 大廈每年軍費也就才一千萬兩 那你讓女弟派兵龍 派兵 也得等黃叔醒來 你再說說第二檔吧 這第二檔嘛 入朝所吃 只要一千萬兩 本關必能進退大約 你這價格是瘋了嗎 沒辦法呀 人工 彈藥 後勤 哪樣不花銀子呀 各種大堆的花費 你又不是不知道啊 那最後一檔呢 嘿嘿嘿嘿 最後一檔可就厲害了 此檔乃VVVIP檔 寄掉三千萬兩 本關派出衛兵武器 並能全监大約起命 若真能全监大約 去除大廈的一塊心病 那三千萬兩 倒也是挺值得的 哈哈哈哈 真的假的 女弟藏私房錢啊 三千萬兩都拿得出啊 孟大人 你什麼眼神啊 你覺得三千萬兩 女弟會拿不出來嗎 行啊 那就好辦了 這門生意若是坍成了 本關分你們一成 那就是三百萬兩 不錯 女弟若想白嫖本關 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不出錢 這一仗我絕對不打 立刻逃到海外 你真是掉銀子眼裡了 本關就是這麼個人 要不是本關老婆 這門生意我給你名字 孟大人 我與姐姐商議一番 期待你們的好消息 黃姐 孟大人既然保證能全千大魚 不如就給他了 事到如今 朕也只有相信他了 不過 銀子大概不夠 國庫以及內庫湊湊湊 再加上最近抄架趙元安的銀子 最多也只能湊出兩千萬兩 還差一千萬兩 可他要三千萬兩 孟大人開架我們對於不喊家的道理 還能喊家 他都給咱們回扣了 說明這裡面的利潤大了去了 跟他混了那麼久 本公主早就摩托他 一會看我的 你人還沒嫁給他 倒和他越來越有夫妻像了 黃姐 什麼夫妻像啊 咱們快進去 嗯 好嘞 好嘞 孟大人 我與姐姐商量了一番 值得三千萬兩 貴了 什麼 青瑤你在想本公啃這樣嗎 我們兩姐妹都是可以答應這個價格 但你想想陛下他能嗎 對 這陛下 估摸著八成也許 肯定不想套銀子 要不然大夏也不會發展成今天這個樣子 那你們說說吧 選擇哪一檔 準備出價多少 第三檔 出價一千五百萬 我們兩姐妹還要再吃一吃回扣 你們倆不 你叫我們的呀 別管別人怎麼出價直接對半 你 你氣死本官了 這價格絕對不行 本官還是收拾東西泡入吧 孟大人 就是個價嗎 青瑤 真不是本官亂開價 而是槍炮音響黃金萬兩啊 本官招出秘密武器 全間大躍騎兵差不多就一千五百萬兩 你算算 再給你們回扣 還有其餘支出 虧本的生意 你們會做嗎 那你說吧 要多少 最低兩千五百萬兩 撐款 夫君 真不能再丟我 青瑤老婆 為夫真的想給你優惠 我真的是優惠不了啊 要不就憑你卻稱夫君 為夫早就答應我 那要不先付兩千萬兩 其餘五百萬兩 年後支付 不行 女帝上次欠我的贈災糧還沒還呢 我還指望她出五百萬兩雲子 誰信啊 姐怎麼辦啊 她又多打過來了 你們倆就跟本官跑路吧 這最後的五百萬女力都湊不出來 這大象呀 怪就也罷 五百萬兩 誰說比賽拿不出 你就嘴上行 你操出來給我看看啊 這樣吧 你看我只五百萬兩不 你看我只五百萬兩不 這話怎講啊 你把五百萬兩補上 我就嫁給你 此環當真 自然當真 最後的五百萬兩本官出了 你們倆都是本官的老人 為什麼 婚禮之事口說無憑本官 非常擔憂 你還怕我賴賬啊 你若不信 我讓陛下下職 不行 那陛下的信誉本官更信不過 那夫君 你想怎樣呢 本官這就去製作婚書 咱們簽字之後就算完成交易如何 至於婚禮時間 往後再應付 行吧 按你的意思辦 黃姐 你就這麼嫁給孟大人 他是不妥吧 如今朝堂癱瘓 大約十萬鐵器入關 黃叔又重傷昏迷 朕也只能信他 杭羅莫印真的可以拯救大俠 朕嫁他又何妨 可別說松仁府了 就算是魏皇叔也不會同意這種婚事的 可何況 你和我同家一生 黃叔 你感覺如何 陛下 臣還沒有死啊 黃叔 大夫說您沒事了 不久之後就可以下床了 我的確感覺好多了 真是沒想到 這雲州還有如此高明的大夫 黃叔 是孟大人救了你哦 什麼 就是那個謝六 不錯 黃叔 的確是孟贏救了你 既然如此 把青瑶嫁給他 也算是有了保障 喲老鄧 面色恢復不錯呀 羅菲看你救了本帥性命 今日非打你三十打 老鄧 這脾氣太暴躁了 正好你寫了 這婚人書我做好了 正婚人就寫你吧 你這憲令 這就下了青瑶的魂怨 家裡出城 良緣天定 今有夢印迎娶 下青瑶下微月見 老鄧 你去哪啊 我幫你找 我他媽砍了你 我會宰了你 哎哎幹什麼 哎哎哎老鄧老鄧你別亂來啊 我下家堤戲我也回月輕瑶良女 你还想东西了 我一样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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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你唬谁呢 你们黄师不还有一女帝呢吗 我靠你还说 我今天非要把你大喜发光 你们来跑 站住 黄姐 黄师这是好了 看这个样子 应该是恢复了 那你还嫁不嫁给孟大人 恢复都写了 假的 那我们不能看着夫君 被黄叔砍死了 黄叔 你听我们解释 所以 陛下为了五百万两 就嫁给那个汤瓜呢 不错 为了大侠不王国 朕夜只能选择相信他了 岂有此理 那汤瓜除了有晚家特林 三百只胡同 几十个迫击炮手榴弹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可是黄叔 就凭这些东西 孟大人救过我们很多次了 而且我觉得 有这些 对付大约够了 青瑶 你不懂军事 不知道 那孟爷的热武器 虽然厉害 可大约的骑兵 却不足 除了血迹外 还有天下唯一的 攻骑兵 到时候 大约不计损失 血迹推进 攻骑一箭 到时候 那孟爷的几百兵 如何抵挡啊 可孟大人还有秘密武器啊 说起这个老夫就来气 什么秘密武器 能对付十万骑兵 还敢陛下要两千五百万两 黄叔 若非赵元安否仪 大约十万铁骑入关 导致两国全面开战 大下岂能如此被动 我就不信 那贪官他能守住云州 老大 说本官什么坏话呢 这贪官若是守不住云州 我一定启州陛下斩了你 什么守啊 还守 本官这次要在云州平原上 全歼大约骑兵 什么 你 你还要跟大约打一战 走 带你们看看 我的秘密武器 来 看看吧 又粗又打 这铁疙瘩 就是你所谓的秘密武器 当然了 本官这次要让大约骑兵知道 什么叫做平原霸主 钢铁重流 大言不惨 你肯定想贪污朝廷的军阳 贪污 只收那女帝两千五百万两银子 就派出这堂客 我还算他便宜了呢 若不是那大约要轰打我云州 本官才懒得派出这秘密武器 知不知道什么叫大炮异小 黄金万两 这东西好像是挺结实的 能保护我们也上战场吗 姐你疯了 你怎么能上战场 如今大下到了生死存亡之际 若守不住云州 被攻入京城 我也不慌了 伯玉 你怎能如此任性 老夫今天竟是拼了性命 也要护你周全 不愧是本官夫人 当真经过不让虚伪啊 龙上战场吗 若是其他东西 肯定保护不了夫人的周全 那这坦克绝对无虑 本官给你们演示一遍啊 来来 走走走 全军出击 怎么样 这铁哥的好像挺神奇的 感觉运量还不错 老邓 你脑子健水的 用坦克运量 气啥老夫也 若不能歼命大悦 本帅第一个心斩了你 那你别想了 本官这银子都花了 那小小大悦不是手道琴来 这东西真能祭拜大悦铁琴 当然了 若不是炮单太贵 本官舍不得开炮 要不然真得让你们看 什么叫活力 孟大人 汉子来吧 大悦骑兵 你几个大运作平安加油 不久别和孟大运作 终于了 灭了他们 你疯了吗 还主动出击 去攻打对方的营地 我靠 本官都出动这场客 还有健康火箭筒的火枪兵了 害怕一群骑兵不长 你都会再厉害又能如何 你只有区区五百人 如何在平原上面对十万骑兵 万一被大悦找到几个全天 陷落的不只是云州 甚至连京城都保不住了 到时候 我大下就撤离完了 所以 本官更要主动出击 如今大下人心惶惶 本官必须打一个漂亮的 我信你 听见了吗 老邓 你 你 全军听令 会被出击 左天王 此次攻打云州 还是小心为上 赵丞相放心 此次你献祭攻陷青霞关 给了大悦一个消灭大下的机会 本王亲自出征 就是为了不错失这个机会 至于 这小小的云州城 我大悦骑兵都已扎营 对方如何抵挡啊 师父相瞒 县令梦印 着实有些邪门 真相还是有些担忧 大乘下 你们大下有一句名言 叫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草绳 想必 这就是你此刻的心态 我不管他什么 加特林 减特林 本大王此次率军入关 得要拿下云州城 然后直取京都 祝你成为 夏皇 哈哈哈哈 群州异动 也有五百兵马 在城门口集结 你确定 只有五百兵马 举前线汇报 的确只有五百兵马 如果 配有十座巨物 看起来像是工丛之物 哈哈哈哈哈哈 对方的首领 宜臣就是个白痴 在这平原 用冰城之气 对战我骑兵 假许不把本子放在眼里 既然 他们来送死 我成全他们 传令 众将士随我 冲击 大人 敌方兵马一出营 怕不下位 让弟兄们布置营币 准备营币 两军交战 为何还不赶快 太平不战 本官这不建好营币了吗 就凭那堆破烂货 有什么用 对方的可是十万铁七 那是火枪兵的防守阵地 主要用来防逃兵的 黄叔说的对 我知道火枪兵厉害 可那也只有五百人啊 而对方可是十万铁七 这里面可是百费差距 你这样布置 怕是不妥 安了 这不还有坦克呢吗 不过了 你这限定 简直不可理喻 假如是王国 你就是最推破烧 你说话给我注意点啊 如果不是女帝给本官银子 本官才懒能打迟账了 等我回去 非要让他给我免三年税 若是能拿下此账 别说三年税 十年都行 这可是你说的啊 消耗本官发挥 好人 我来了 行 本官先进会位 走 陛下 就凭那些个破红烂贴 你当真信一堂见面大约 真信他 因为他 是镇挑选的夫君 罢了罢了 也只能相信他了 王爷 怪我大事 大我自私 今日本下必缺你性命 赵元安 好好的大下丞相你不做 为何非要叛国呀 还投靠这大约蛮蝇 这祖宗的脸啊 都被你丢尽喽 如之小儿 竟然如我大约 左前皇 少安无造 这孟爷 阴险狡胀 这么点 怕是有埋伏 看他一遍 再动手 哎 孟爷 我赵元安 何来愧对祖宗你说 若非女帝 不愿意嫁于大约王 惹怒大约 何来两国兵马上歌 赵元安 真是贼心不死 狠不能早杀了他 就是 还想让我陪嫁 今天最不能放过他 哎呀 若真到了无法挽回之际 臣就算舍了性命 也要斩些金像的狗头 赵元安 你他妈的真够无耻 女帝虽说不怎么样 但好歹也是我大下的门面 你让他嫁给蓝夷王 那就好比你称相的娘 嫁给他乞丐 当时 你这小小的县令 竟敢说我大约是乞丐 啊 对不起啊 说乞丐高估了你们 你们其实是你 死滑根 今日定要取下 你这县令首级 敌殿三军 你们这些歪瓜烈草 还想去本关人 不 好好 我大约十万铁骑 在你嘴里 称了歪瓜烈草 今日 我定拿下云州城 同藏师 伯爷 你若还为大下百姓着想 那就束手就擒 让索先王 斩下你的人头 否则 大约骑兵 攻入援州 土城之势 由你而起 你将一臭万年 赵元 你给大岳当狗 当习惯了什么 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 本向勇 我何不能说的 这是唯一的 阻止屠城的机会 哎 你要是皮的 等本官今日抓到你 必须找十个丑夫 给你榨干 才能结我心头之恨 大军交战 这参观 还有心思搞笑 王叔 你是怕了吗 怕 身为神闻元帅 坐镇三军 岂亏害怕 青阳 朕言已经做好准备 战死在这云中 黄姐 没那么严重 木大人肯定会把他们打跑的 本向背后 是十万骑兵 而你只有区区五百人 还想抓本向 做梦呢你 做梦 本官可是连藏词都带来了 这是笑话 一个工程的小小的铁疙瘩 就能挡我大约十万铁技 看来 你们对钢铁和牛 不太斤重了 你的嘴比你的头还硬 今儿斩下梦逆头颅者 少皇近十万两 二郎门 杀 完了完了 这下该挡了 梦姐 这打仗怎么跟我算的不一样啊 全军开火 啊 这什么东西啊 老刀本官让你看看什么叫做现代化战争 这几句竟如此威力啊 人军散开 用弓箭远程攻击起来的 好 李军 这坦克也太厉害了吧 当然了 要不然怎么叫秘密武器呢 可是坦克不会被弓箭打破吧 为了 你说什么 连加德林都打不穿这桶桑架 还弓箭 那是不是能全剑对面 这坦克竟有如此威力 老夫若有一辆 定能横扫七国 横扫七国算什么 能目光所致 皆为下 好一个目光所致皆为下 哎 哎 能不能让老夫也试试 好说呀 邓老邓啊 你看本官 那威乐青娘这婚是 你小子喝的喝的 竟然先娶他们姐妹俩 老邓啊 本官本来想的是 等歼灭大月骑兵之后 借你亮坦克来平息内乱 但现在 本官这个想法似乎是有点欠缺 这个 老夫倒是觉得 轻瑶跟威乐看人 还是挺准的哈 老夫同意你们的婚事了 愿意做你们的证婚人 成交 来 你来发号十六 按这个键 说话就下 好 开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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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爽爽爽 老夫军人尽要杀个七斤七处 重战为名 开跑 开跑 坐下王快撤吧 不成全军不灭啊 撤不了了 就算撤到平原 为着巨物追上 也是难逃一死 势老如今 只能置之死地而后生 全军天亮 绕过巨物 支持运动 杀 杀 杀 开跳 你别冲过来 来 吴建兵 开火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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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所谓的任务亲 剑有这么威力啊 当然了 老邓 要不是大乐骑兵人数太多 而且这平原呀又太过宽幅 单凭这几样本关是无颜的大雪 这些东西是不能卖 老夫用来配配三军 好说好说 只要钱到位 都会 哈哈哈哈 皇叔买不了 把陛下和皇公卖的都不够 等回京后 老夫再与陛下冲场起 魔鬼怎么全都是魔鬼 快撒 成为全军插团 撒 老夫不是在做梦吗 大约的十万铁骑就这样被全冤了 这都是真的 是真的 大约要败了大家得救了 还没完呢 我把赵云安抓 不错 绝不能让他再逃了 官员 这用无人机锁定赵云安卫者是 大人照样的银锁定 他已经接见大约营地 走 你也的大约营地 你 最近网 全军徽本 如今有何计策 拿了粮草 好大约就是计算 什么 不是说好了 那周本相 拿下打赏皇位的吗 不是吗 这个狗东西 十万铁骑怎么会死在这云中 好一个巴克尔竟然如此凶辱于我 将我赵云安献计贡献青霞官 令你等大约骑兵入京大厦 可在这云州折体猜杀 难道败罪于我 献计贡献严重 本王岂能损失 如此残忠 就是你的错 好好好 万一果然是蛮紧 奇软怕硬 啊 要不是本王值得疼命 我一定值得活 滑了你 啊 啊 啊 关云 这一枪射死了巴格 凭这功勋不得官升三级 这都是孟大人的功劳 算你小子实相 回头别忘了 我来送银子哦 那是大家 多谢孟大人提吧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不忘收银子 我靠 毕竟这机会可是本官给关云的 要不然岂能有这功学 孟大人的眼中 只有银子 那 赵元安还在这屋子里 本官到时候准备举办一个财卖 把这份功劳给卖 哇 完美 若是如此 老夫郡中还有几名军士 欺点军功升级 不如我帮你联系联系 可以啊 老郑 洪叔 他翻卖军功 你也要一起 我只是 随便说说 姐 可杀不得夫君哦 夫君大破蛮一骑兵乃救过功臣 你不赏他都不行 真还真想宰了他 赵元本官宣布 被捕了 欢迎本乡栽在你的手里不远 要杀要挂 随你出去 啊 我杀你 我抓你价格更高 你要对本相做什么 赵丞相啊 你看看他 内乱罪 谋杀 造反罪 判过罪 这哪一样不是十个不适的罪名啊 所以 你身上有大大的军功 本官打算把你当好 生意 把这些军功 没有谁有此理 还如此羞辱本相 我就羞辱你怎么了啊 在八个人面前跟聊狗一样 都什么时候了 还要跟不快得罪 所以 我最看不起你这窝里后的狗 到时候可以给你卖一个大角 来来 找我赵元 你落到狗子家子 王姐 夫君不会真打算把赵元安卖了吧 不行 军功岂能拍卖 绝不能让这种风气蔓延 黄叔 你速速回京 镇压朝堂 刘阳六部拟旨 对云州大胜 论功行赏 是 这其他人还好赏 可夫君怎么办啊 这一次 朕必须要给他升官了 陛下 你真打算找门也入朝堂 虽然说这家伙是一个人才 在军事经济内政方面也无一不弱 可实在是太贪了 这云州 上下被他腐蚀的蛇鼠衣 就是最好的证明 王姐 那你打算怎么升 朕心中 早已有主意 孟大人 此官全间大院骑兵 实属养我大厦国威啊 这孟大人实属乃智女能臣 这次又成了救活之臣 毕竟是入了陛下的眼 那我淘堂 可谓我大厦官员的传奇啊 恭喜孟大人 本官才懒得去什么逃亡呢 在这云州不是挺好的 别客气了 孟大人 这以你的功绩 不可能不升官吧 本官打算把捉拿赵云安的功劳给开卖 到时候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哎对了 解雲大人啊 你身边如果资源的话 还望多给本官介绍介绍 介绍介绍 孟大人这有些不妥啊 这有什么不妥啊 本官真不愿意去那朝警之上 见得脑残力 你说什么 本官啥也没说啊 游州你再说一遍 女帝是什么 本官先溜了 我才算什么气 刚才接到消息 京城已获得云州大胜消息 圣志已在来的路上 啊 赵云安本官还没卖出去呢 卖你个头啊 就老是在这等着 我说你脑袋里除了想着贪银子 还有其他念头吗 我还有你们姐妹 圣植到 王公公 安县县令孟业何在 初来接旨 我家孟大人今日不在 把他喊来圣植岂能不低 哎呀不如改日吧 孟业 在找死吗 我我 黄什么黄 这就是孟业县令 宣读圣植 是是是哎 认识大家 你给我老实接旨 父亲 你不接也得接 宣礼 京安县县令孟业 王毅 官云等人抓捕奸相 歼灭大岳 救火有功 真 深感欣慰 又知云州一虎 百姓安居乐业 生活富足 吃属 旧事能辰 此此 论功行赏 以张其光 一 此封安县县令孟业 家关禁绝 全生三级 此名 安国侯 官生无品 晋升海州太守 一月内上任海州府任职 我靠 这怎么名声案 这样一级调任啊 这女帝太不是东西了 今天上职还敢大不敬 二 此封云州太守王毅 官服二品 重回朝堂 掌 立不上书之位 三 此封安县捕快 官云 君生四敌 调任海州 四海州指挥室之位 四 云州全体官员各生一级 亲此 孟大人 圣旨宣召完毕 我先走了 哎公公 跟这坏了呀 这把本官叫出云州 这和抄家有什么区别呀 啊 啊 啊 哎 啊 啊 圣旨能退了 哎 孟大人说笑了 还有一事 这是陛下秘诏 为房间向赵元安再次逃逸 令你三日之内 在安县刑场将其斩首 啊 这女帝是不是知道 本官要把赵元安卖出去 我事情已经办完 我就先走了 啊 啊 恭喜孟大人 这官升得如此之快 定会成为我大侠的传奇啊 何止啊 这绝生三级官升无品 再疯狂也没这么生的呀 谁稀罕啊 看哪 他本官掉到海州那个城里方 本官连阴子都炸不出来 这是陛下对你的赏子 我才不要呢 啊 我拿他女帝两千万两 不挖这么大一坑啊 还是做好准备 上任海州开手吧 不信 记得快快展了赵元 夫人别走啊 啊 孟大人 那我也赶紧收拾收拾去竞争上任了 孟大人 此次分别不知何时再见 不如今日我等 冲你一场 就当吃顿散伙饭吧 赵元 赵元你乃大下的偶像 却勾结大月蓄意卖国 你可知罪 可笑 只不过是城王败口罢了 哪里来的城王败口 无非就是残害土方 出卖大下 自私自利的卖国贼 对 西党医师哥让将途无权篡位 傻你都是便宜的 林中川家把你爸给卧害了呀 我 我来 你够好 你够东西 我够好 你够好 说不说 你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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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够好 够好 赵元 都死到临头了 你还不知悔改 若不是你这县令坏了本乡的大事 这大下早就姓赵了 你当本官乐意管你啊 要不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 想杀飞月和青游 本官绝不蹚这档浑水 说句掏心掏肺的话 你一丞相高高在上 非要和两个皇上过不去 别以为他们俩姐妹就是皇上 为了保护他们 他与我作对的吗 那不然呢 不是本官说你啊 你造反就造反呗 你一丞相非要杀皇上 你太美不得了 你要光与女帝一人过不去 本官绝不来人 皇上 别以为他们姐妹俩只是皇上 皇上 皇上 这招原案怕是疯了 只想不到 登基大业 竟然毁在你的区区县令中 更想不到的是 你还不知道他们的身份 那不就是皇上吗 啊 不过他们姐妹二人 毕竟 与本官已计结婚书 另一层的身份 就是本官的老婆 当夏威月和夏青游 想听你吗 姐妹俩是 你俩终于死了 不如在这刑场建个石像 将他骨髓埋下 让他一臭万年 好 好主意 先 打上他一杯店 一杯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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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那个奸相 真是类似本官了 附近 该前往海州府了 不去也得去呀 那女帝 给本官挖的大壳 你若真这么厉害 能把海州治理好 陛下绝不吝啬上次 那女帝国库的银子 还没本官多呢 本官才不信任他的事 那个 我去跟百姓交代一下啊 孟大人 咦 这是要走了吗 本官被女帝升官了 上任海州太守 孟大人 你不能走啊 是啊 孟大人 你走了 我们可怎么办呀 是啊 孟大人 孟大人 你可不是是人秀吗 孟大人 一群刁民 哭个屁 本官是被升官了 孟大人 我们是真的舍不得您啊 孟大人 我们做的葡萄 你还没有逞过呢 是啊 孟大人 行 你怎么别哭了 能哭伤伤 本官又不是死了 是被升官了 孟大人 孟大人 这家伙 比朕还如此得民心吗 孟姐 我想哭 能不能让孟大人留在云州啊 不行 并非朕故意如此 而是他有大财 大厦其余地方的百姓 需要他 青瑶 你别忘了 赵元虽死但提拔他的人 是谁 这一日 云州百姓 百里相送孟宁 孟宁献令 上任海州太守 网儿见过太后 赵元安 终究还是败了 启禀太后 义父创围失败 已在云州安县被刑场问斩 败了 两个小丫头都记不去不了了 明日起 欢迎回连天赵